这对情侣在一起五年都没有同过房 今夜是小雨人生中的第一次 但她的第一次不是给的男朋友 而是男朋友把她当作礼物献给了其他男人 女孩叫温小雨 为祝贺找到了工作邀请男朋友共进晚餐 打算小两口庆祝一番 作为男朋友的秦丽华此刻却提出分手 要分手的原因是两人在一起五年时间 小雨依旧保持着处女之身不肯与她同房 接着还说自己和她的好闺蜜宝好上了 小雨眼含委屈的泪水问她 我们在一起五年的感情 比不过你和她一起的几个月吗 小雨心中虽然委屈 但也不想就此失去了她 饭后秦丽华把小雨带到酒店 小雨为了挽留男朋友 毅然地做好了被破身的准备 秦丽华安慰着小雨说自己会温柔点的 忽然手机不逢事宜地响起 是上级领导让她立刻安排一个女人 送到陆总的房间 秦丽华挂断电话后眼神扫射到了小雨身上 紧接着将醉酒的小雨送到了陆总的床上 连一旁的同事都觉得她太狠了 自己的女朋友都能舍得送出去 当陆成来到房间时看到面色涂红 酒气熏天而浑然不自知的小雨 陆成本无意碰她 可小雨突然起身一把搂住陆成 因女上男下的姿势将陆成扑倒在床 但从小雨的视角里 她看到的人脸是秦丽华 小雨主动大大的亲了口陆成 陆成立刻感觉有一团烈火燃烧着她 瞬间将被动转为主动 将小雨的唇半紧紧地稳住 随后小雨白袭的小手 也被一双温暖的手掌紧紧地握住 激情过后 陆成喝着咖啡 眼神无意间看向床单 发现那一抹刺眼的鲜红 她没想到 这小野猫居然是第一次 惊讶过后 她拿起电话通知秘书 将上午的会议挪到了下午两点 此时的小雨还在甜蜜地安睡 陆成看她睡得那么香 便没有扰人清梦 随后取过笔纸写下留言 然后用水杯将纸条压在下面 温柔地亲吻小雨额头轻声说了句 小野猫我晚点再来找你 紧接着她来到了墓园 今天是她父母的忌日 爸 妈 我来看你们了 与此同时的另一头 酒店这边有人刷开了小雨的房门 秦丽华走近看着在床上熟睡的小雨 内心有些不是滋味 谈了五年的女朋友 自己却亲手将她拱手让人 此时内心却极度地发疯 明明自己不爱她 但还是很后悔将自己相恋五年的女友送给你 秦丽华害怕小雨发现后会恨透自己 此时她发现床头柜上的水杯压着字条 取过纸张一看竟然是陆陈的留言 然后她愤怒地捏碎纸条 暗下决定不能让小雨知道昨晚的事 就在这时细碎的声音将小雨吵醒 秦丽华看见她醒了连忙松开了手 小雨发现男朋友有些冷漠 不知道该怎么办 秦丽华也察觉到自己的态度不要 接着温柔地对小雨说让她先去洗澡 随后带她出去吃饭 洗完澡出来的小雨有点羞答答地说 昨晚你弄了那么久 自己确实是有点饿了 待会去吃什么呀 心中极度又内疚的秦丽华 一把紧紧地抱着小雨 还深情地对她表白道 小雨我爱你 听到这句话小雨瞬间感动落泪 紧接着也回答道 丽华我也爱你 秦丽华此刻明白了自己的心 原来等到失去的时候 才知道自己有多在乎小雨 还暗暗发誓绝对不会再放开小雨 这个男人为了上位 亲手将在一起五年的女友 送到了总裁的床上 随后又内疚又后悔地要死 秦丽华认清了自己爱的人 依然是温小雨 她找到小三安宝想跟她好聚好散 可安宝也不是好惹的 她不可置信地说 你要为了温小雨跟我分手 你当我安宝是什么 你想要就要 想甩就甩嘛 此时秦丽华已不在乎这些了 她在乎的只有小雨 眼见分手谈不拢 她起身就走 安宝看着她的背影轻蔑地说 所以你就不在乎你的公司 你的理想和报复了事吗 见她还是没有反应 气得安宝在身后大声骂倒 等着吧 你会后悔的 随后秦丽华带着小雨来逛商场 挑选到的全是昂贵的名牌衣裳 打算以此来偿还自己昨晚的过去 小雨看着眼前温柔的男朋友 小路乱撞的心甚是受宠若惊 突然秦丽华的手机响起了铃声 她接过手机一听是安宝打过来的 听完后连忙找了个借口开溜 还对小雨说是公司有事先走一步 察觉到不对劲的小雨 打算悄悄地跟上是什么情况 十分钟后秦丽华来到酒店的某一间房 当她看见安宝后 开口就质问她是如何得知昨晚的那件事 安宝不懈地讽刺道 呵呵别忘了你身边的人 都是我帮你招进到公司来的 只是没想到你为了事业 连最爱的女人都可以拱手相送给别的男人 此时站在门外的小雨 将他们的对话一字不漏地听了进去 她不可置信地问秦丽华这是真的吗 安宝在一旁更是火上浇油 傻丫头你被卖了知道吗 只始终包不住 当下见谎言被揭穿 气得秦丽华一巴掌打过去 安宝摸着脸上的伤痕放下狠话 秦丽华你敢玩弄我的感情 我就敢让你付出应有的代价 说完直接转身就走 剩下秦丽华和小雨两人在走廊里 鬼恨不已的秦丽华双膝跪下 请求小雨的原谅 小雨沉默管言 忽然觉得眼前的男人好恶心 秦丽华嘴硬地倒打一耙说 你昨晚和别的男人上床 怎么就不觉得恶心 小雨感受到情绪越发失控的秦丽华 只觉得她好可怕 最后秦丽华按住小雨将她逼上了墙角 小雨只能大声呼喊 快放开我 就在这时一道充满慈性的声音传来 她要你放开她 你听不到吗 来人正是昨晚和温小雨翻云覆雨之人 霸道总裁陆成 陆成紧接着一把将小雨拉入怀中 小雨感受着手上的余温 似乎有种莫名又熟悉的安全感 紧接着两名安保的出现 也将秦丽华当场控制住 小雨丝毫看不懂这是什么情况 而陆成则说该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 小雨冒昧地问了句 我们认识吗 陆成看着眼前的小野猫调坎地说道 占了我那么大的便宜 现在不认账了 小雨细声嘀咕着 难道你就是昨晚那个男人 我打听过了 你叫温小雨 我会对你负责 短短的几个字 却让小雨感到从所未有过的书信 紧接着陆成来到某场所的一个包厢 他找到周启轩后就开始责问他 为什么那晚自己会突然对女人那么感兴趣 是不是你给我下药了 周启轩欲哭无泪地抱着陆成的大长腿 坦承说道是自己做的 总裁大人你都单身那么久 都快成钻石王老五了 周启轩叹了一口气 然后问到陆成打算怎么处置小雨 此时陆成脸上显露出一副坚定的态度 我打算对他负责道理 但是我被他拒绝了 什么 你被拒绝了 周启轩捂着肚子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想不到你陆成也有惊天 平日里无数女人都去讨好的陆组 居然也有被拒绝的这一天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小雨在公司正常地忙着工作 下班后遭到了秦丽华的纠缠 不明真相的女同事看在眼里 以为小雨是小三 还骂她是贱人都闹到公司来了 不断地说着一些难听的话 秦丽华拉扯着小雨说自己不介意过去 现在的自己只爱小雨一个人 小雨说从前是自己鬼迷心窍了 现在知道你是这种伪君子也为时不晚 秦丽华 我看不起你 被踩到尾巴的秦丽华对着小雨的脸 一巴掌呼了下去大骂一声你这个贱人 紧接着根本不理会小雨的感受 转身就离去 如自剩下小雨在雨中哭泣 此时她心里非常的难受 当你特别无助的时候 有个男人为你遮风挡雨 那她一定很爱你吧 就在刚刚 出卖自己的男友又来公司大闹一队 留下温小雨一人孤零零地坐在地上 温小雨无助地望着天空 她不明白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眼泪顺着雨水滴答滴答地落下 突然一把伞替温小雨挡住了雨水 温小雨抬头一看是陆尘 陆尘慢慢蹲下 用手温柔地擦去温小雨的眼泪 轻声安慰温小雨 不要为别人犯的过错而惩罚自己 温小雨询问陆尘 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里 原来几个小时前 被温小雨拒绝的陆尘向周启轩讨教如何追一声 周启轩告诉陆尘要用魅力征服她 这一刻的陆尘仿佛顿武 命令周启轩三分钟内搞来温小雨的全部资料 陆尘看着悲伤的温小雨 想要带温小雨去吃点东西 可此时的温小雨哪有心情 一把站起说自己要回家了 温小雨擦拭着眼泪向陆尘道歉 又让你看到这么丢脸的样子 可得知陆尘是专门来找自己的 一时羞红了脸 陆尘看着脸色红润的温小雨 心里高兴的喃喃自语 脸红了 看来我还是很有魅力的嘛 温小雨急忙向陆尘解释 如果你是为了那天晚上的事 我和你说得很清楚了 我不需要你的怜悯 对我负责什么的 陆尘双手护着温小雨的肩膀 我是认真的 听到认真两个字 温小雨想到前男友对自己的承诺 一把一开陆尘的手 陆先生 如果你想玩爱情的游戏 请找别人好吗 我很累 不想奉陪 陆尘又被温小雨拒绝了 被拒绝的陆尘来到办公室 叫来出谋划策的周启轩 要取消秦丽华公司的投资计划 秦丽华宁愿牺牲自己的女友 也要拿到投资 这样的人不适合合作 周启轩也大声赞成 这样的人太卑鄙了 陆尘冰冷地盯着周启轩 这件事你也脱不了关系 陆尘看着眼前的周启轩 已经知道是谁谋划了 警告着周启轩 你不要忘记 谁才是你的老板 陆尘回到家一把推开爷爷的书房 大声询问爷爷 为什么要这样做 陆老爷拿下眼睛轻轻叹了一口气 你一直不谈恋爱 外面流传着你和周启轩似混在一起 外面对你们疯言疯语 我陆家人岂可让人随意指手画脚 陆老爷起身拍了拍陆尘的肩膀 那个女人叫温小雨是吧 你好好补偿一下她 钱不是问题 陆尘向着陆老爷怒吼 当年是您逼走了然人 这些年来 硬塞丢我不少女人我都没有给您难看 只是体面的拒绝 可是您为什么还要逼我 现在居然开始利用周启轩 还有什么事 是您做不出来的吗 您真的以为钱可以买到一切吗 陆老爷子轻轻笑了笑 女人不就是那种生物吗 陆尘可不管老爷子 直接向老爷子摊摆 自己喜欢温小雨 我要娶温小雨 气得老爷子催胡子瞪你 陆尘前脚刚走 老爷子就拨通了一个电话 叫电话另一旁的人调查一个叫温小雨 把她带过来见我 这绝对是最惨的女主 男友为了升职 被当成礼物送给总裁 公司为了维护客户 竟然让温小雨去陪酒 第一次陪酒的温小雨 端着酒杯不安地坐在沙发上 这是一个秃头老色皮肤防缓走 坐在温小雨的旁边 一把搂住温小雨肩膏 温小雨嫌弃地向旁边躲了躲 一旁的上司气得大火 你还想不想要你的工作 这可是我们公司的老客户 喝了一会儿 温小雨脸色通红 连忙地摆了摆手 表示自己真的不能喝了 温小雨也知道 如果喝醉了一定会被带走 找了个理由去上洗手间 来到洗手间的温小雨是多么想走 可是一想到自己丢了工作 自己的妈妈和妹妹怎么办 温小雨给自己打气 我一定行的 可突然一只男人的脚踏了进她 温小雨刚想提醒是不是走错 可没想到看到的是陆辰 被吓得连连后退 陆辰一把拉住温小雨的手 就向门外走去 温小雨连忙摇头 表示自己不能走 陆辰质问温小雨 你真缺钱吗 居然赔酒 如果一定要赔酒的话 你可以赔我 温小雨低下了头 这就是你们资本家的游戏吗 一定要这样侮辱我吗 陆辰上前挑起温小雨的下巴 这不是侮辱 这是选择 陆辰一把扶住温小雨的小男腰 温情地看着温小雨 你要怎么选 此时的温小雨脸色通红 眼眶中泛起丝丝泪花 我只是想努力地活着 为什么这么难 陆辰温柔地替温小雨 擦除眼角的泪水 这轻易的举动 让温小雨的双脸更加通红了 温小雨发现陆辰在偷偷地笑着 生气地问了句 你在笑什么 陆辰用双手 固着温小雨的肩膀 我知道你是迫不得已的 所以你看 我不是来救你了吗 你能想象吗 霸道总裁陆辰墙床底厕所 带走温小雨 竟然是为了见家长 陆辰给温小雨准备了一套新的衣服 随后牵着温小雨的手来到陆老爷面前 陆老爷子看着手牵手的两情侣 摘下眼镜 示意陆辰出去 自己要和温小雨单独谈谈 陆辰一把挡在温小雨面前 陆老爷子缓缓说道 还怕我吃了他不成 陆辰扭头嘱咐温小雨 我就在外面 有什么事随时喊我 温小雨点了点头 随着门被啪的一声关上 温小雨恭敬地向陆老爷问好 陆老爷子擦了擦眼镜 我很好奇 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让陆辰那么迷恋你 还说非你不娶 温小雨感到一丝震惊 陆辰竟然说过这种话 温小雨紧张地告诉陆老爷 我早就拒绝陆辰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高攀你们陆家 陆老爷看着紧张的温小雨 左手用力地砸向桌子 你觉得我会信你吗 说吧 要多少钱才能离开陆辰 温小雨看着无理取闹的陆老爷子 陆老先生 我尊重您是因为您年长 您要再这么无理取闹 我只好先走了 说完温小雨向门外走去 早在门外的陆辰一把拉住温小雨 温小雨顺势倒入陆辰怀中 陆辰温柔地看着温小雨 谈完了 我送你回家 车上 陆辰看着一言不发的温小雨 你难道就不好奇我 为什么带你去见我们 温小雨想说什么 但还是告诉陆辰 我不接受你的同情 我不需要你负责 陆辰轻轻轻回了据我知道 温小雨瞬间炸了 你知道为什么还要带我去见陆老爷 陆辰做出了一个别出生的姿势 你和我的事 我爷爷肯定知道了 他非常生气 就算今天我不带你过来 他早晚也会把你绑过来 为了避免你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只能自作主张把你带过来了 但是温小雨还是很疑惑 陆辰笑着说道 只有你不喜欢我 才能表现得不卑不亢 我爷爷就拿你没办法了 温小雨把头扭向窗外 那一切还真的在陆总的掌握之中呀 你能想象吗 一大早来上班的温小雨 就被众人议论纷纷 那么大的项目说黄就黄 这温小雨可真厉害 温小雨听着同事们在小声议论 觉得自己还是辞职吧 温小雨来到人事办公室 提交了辞职申请书 向经理道歉 因为自己的原因给公司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可经理却感到非常无奈 因为在今天一大早上 总经理就打来电话 说无论如何都不能为难你 温小雨感到惊讶 经理也提醒温小雨 虽然我们私下是好朋友 我也不想为难你 但是被上面这么要求 总觉得有点犯虫 毕竟这不是常规的操作 小雨 你怎么想的呢 温小雨犹豫了一刻后 还是决定辞职 没了工作的温小雨失落地走出公司 可突然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 原来是陆成 陆成走进温小雨 听说你辞职了呀 温小雨低下了头 陆总的消息真是灵通 陆成盯着温小雨 真是可惜了 损失了这么优秀负责的一位员工 温小雨震惊地抬起头 你是在为我们公司高层可惜吗 陆成摇了摇头 温小雨不明白 温小雨的额头 我前脚把公司买下来了 你却辞职了 我可不就是为了自己可惜吗 温小雨感到无语了 你钱多可以拿去做慈善 我不需要你为我做这些 做什么都好 就是不要花在我身上 陆成严肃地看着温小雨 询问温小雨 你还不明白吗 温小雨满脸一问 明白什么 陆成郑重其事地告诉温小雨 我在追你啊 面对陆成的强势告白 温小雨不耐烦地板了白手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 更不要玩你们有钱人的爱情游戏 现在的我只想好好生活 努力赚钱 陆成没想到被温小雨 这么干净利落地拒绝 没落地离开 你能想象吗 颜值与才华并存 智慧与美貌 于一身的霸道总裁陆成又失恋了 失恋的陆成无心工作 自闭地坐在椅子上 周启轩急忙询问发生了什么 原来陆成又被温小雨拒绝了 温小雨觉得我是要跟他玩爱情游戏 周启轩端起陆成的咖啡细细品尝 帮着陆成分析 其实也很正常 毕竟他经历了那么一个渣男 一招被蛇咬十年怕紧生 依我看 直接求婚 这样他就会觉得你认真了 陆成轻轻叹了口气 这样不行 他会更加反感的 陆成也有了新的对策 第二天一大早陆成就来到了温小雨的小区门口 温小雨看到陆成感到一丝震惊 你怎么又来了 陆成也急忙解释 做不了情侣就做朋友吧 你是不是要去找工作 温小雨感到一丝无奈 你真的是什么都知道 在车上 陆成温柔地替温小雨系好安全带 替温小雨介绍着工作 温小雨心虚地看向窗外 工作我可以自己找 但是陆成不给温小雨解释的机会 作为朋友 帮你找份工作没有什么不合适吧 温小雨说不过陆成 默认了陆成的话 陆成感到一丝窃喜 这才乖嘛 温小雨在面试时 陆成在门外无聊地玩着手机 突然门开了 看着出来的温小雨 陆成急忙拿下耳机 询问面试结果 温小雨高兴地告诉陆成 面试通过了 陆成也及时提出 我帮你找到工作了 是不是要请我吃顿饭呀 温小雨高兴地答应了 温小雨带着陆成来到一家川菜馆 要请陆成大吃一顿 霸道总裁陆成为了让温小雨投怀奉报 特地约了温小雨去看最恐怖的电影 可一旁的温小雨认真的看着电影 镇定自若地喝着饮料 陆成觉得自己低估了温小雨的胆量 要改变策略了 突然陆成的脑袋灵光一闪 直接扑倒在温小雨的怀里 温小雨低头看着陆成 抚摸着陆成的小脑袋 不怕了 不怕了 殊不知陆成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电影结束后 陆成故意长出一口气 吓死我了 再也不看恐怖电影了 一旁的温小雨哈哈大笑 想不到你看着挺厉害的 竟然会害怕这个 陆成一指头弹在温小雨额头上 人无完人 不要要求太高 温小雨满脸委屈地站在哪里 人家内有要求 看完电影后 陆成送温小雨回家 在车上 陆成告诉温小雨 自己今天非常开心 温小雨看着认真的陆成 小脸通红地向陆成答谢 谢谢你送我回家 说完慌张地下车向家跑去 陆成看着慌张的温小雨 内心暗暗高兴 还说不喜欢我 口是心非的女人 隔天 上班的温小雨握着水杯发呆 同事挥着手 呼叫温小雨 温小雨急忙回应 怎么了 就是八卦一下 昨天接你下班的是你的男朋友吗 温小雨的双脸瞬间红了 急忙挥着手 不 不是啊 你问这个干什么 没事了 我也是帮人问的 随后同事扯开嗓子往门外喊 小高 你有机会了 温小雨没有男朋友 温小雨被惊呆了 小高也害羞地站了起来 李清清你用得着这么大声吗 现在全公司都知道了 李清清对着小高的胳膊就是一巴掌 你不是喜欢温小雨吗 老娘这是在帮你 你居然敢凶我 好大的胆子 温小雨无奈地看着两人的吵闹 你能想象吗 身为霸道总裁的陆成居然出现情敌了 下班后温小雨正在整理文件 有人喊了他一声 原来是小高邀请温小雨下班后去吃饭 温小雨刚想拒绝 可突然电话响了 原来是陆成的 他告诉温小雨 自己就在公司楼下了 温小雨开心地应吼 扭头告诉小高自己有约了 小高害羞地饶头表示没关系 下次有空再约 温小雨高兴地向楼下跑去 一到楼下就被陆成呼喊着急忙上车 在车上温小雨询问陆成去哪里 陆成故作神秘地说 到了你就知道了 原来他们失去滑轮场 在滑轮场的温小雨显得格外开心 他询问陆成 你怎么知道我会滑轮的呀 陆成轻描淡写地说道 看你以前朋友圈知道的 温小雨一个急杀来到陆成面前 看来我是问了多余的问题 小雨一个到滑 离开陆成就有几米远了 温小雨高兴地和陆成说道 我滑轮可是很厉害的 陆成看着笑意盈盈的温小雨 这样的他 第一次见 真的好美 温小雨摇摆着手 呼喊着 陆成你快点啊 陆成来的陆成脸颊出现了一丝微红 等一下 我这就来 陆成向前滑去 可对滑轮不熟悉的陆成 脚底一个不稳 就要向后倒去 陆成感觉自己的光辉形象要魂一旦 可突然一双手拉住了陆成 奈何力量不够 普通一声 两人摔倒在地上 陆成连忙带温小雨去附近的枕头 看着温小雨膝盖的伤口 陆成满脸的自责 温小雨不希望陆成太过内疚 安慰陆成 没事的 都是一些皮外伤 温小雨话还没说完 药水一碰到伤口 温小雨仿佛触电一般 全身疼痛 陆成看了一眼温小雨 还说没事 下次涂药的时候 陆成的动作明显变得更轻了 还对着伤口吹起 看着认真的陆成 温小雨的双脸变得更加红了 当霸道总裁来到你的家里 他会轻易离开吗 陆成把包扎好的温小雨送到楼下 看着一蹦一跳的温小雨 陆成关心地询问道 你确定可以吗 温小雨回头吐了吐舌头 右手做出了个OK的姿势 但是陆成急忙向前 一把抱住温小雨 我觉得你不可以 到了温小雨家门口 小雨急忙询问陆成 可以放我下来吗 可陆成不管不顾 命令温小雨开门 温小雨低着头 你不能进去 陆成靠近温小雨 我把你放在沙发上就走 温小雨的双脸通红 默认了陆成的建议 防缓打开了房门 进到屋内的温小雨 催促着陆成赶紧离开 可陆成却逐渐靠近温小雨 温小雨急忙向后退去 你想干嘛 陆成一把抓住温小雨的手 你已经隐瞒入室了 温小雨害怕地告诉陆成 你冷静点 我现在非常冷静 随后陆成的脸一点一点靠近 温小雨背下得紧闭双眼 一把推开陆成 你不能这样 陆成抓住温小雨的双手 按在床上 不能怎样 温小雨眼中带着泪花喊道 陆成 你不能这样 你在这样我要生气了 陆成看着眼前的温小雨 知道自己不能操之过急 大笑着说道 我逗你玩的呢 但是随即严肃地告知温小雨 温小雨 你记住 以后这个门只有我能进来 温小雨感到一丝吃惊 一晃半个月过去 温小雨也逐渐适应了新的工作 也开始习惯陆成的日常邀约 明明知道沉浸在陆成的温柔里不对 但还是拒绝不了 唯一让人觉得烦恼的是眼前的这个男人 你能想象吗 霸道总裁陆成出现了新的情敌 温小雨被眼前这个人想买狗式的追求 明明自己已经拒绝很多次了 可他还是死缠暗打 温小雨无奈地说道 我对你真的没有感觉 并且这里还是公司 你老是这么高调地追求我 很影响我的工作 可小高连忙回答 那我下次低调点 温小雨一脸无奈 殊不知身后的老板默默地关注着这一切 随后打电话给陆成 表示自己要开除温小雨 陆成急忙表示 你这是开玩笑吧 老板告诉陆成 有人在公司高调追求温小雨 已经影响到公司的工作氛围了 陆成瞬间怒了 居然有人敢在我眼皮底下追我的女人 丢下手机就往公司赶去 到了下班时间 温小雨收拾好东西准备下班 可突然小高刷的一声出现在身后 邀请温小雨去看电影 温小雨一脸的不耐烦 这个人怎么回事 怎样甩都甩不掉 加快步伐准备离开公司 可身后的小高还在喋喋不休 一旁的李轻轻感到无语 蠢货直男李公哀小高 这种舔狗式的追求 怎么可能会有人答应 小高对着温小雨大声喊道 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所以才拒绝我 温小雨为了让小高放弃自己 低着头告诉小高 自己有喜欢的人了 可小高不但不放弃 还拍着胸膛 他是谁 我们宫廷竞争 是我 请你不要骚扰我女朋友 温小雨没想到陆成来了 陆成上前一把搂住温小雨 场面一度陷入安静 好帅啊 怪不得说没有男朋友 这简直就是拉仇恨 男同事也是一片吐槽 自从温小雨来了后 办公室跟狗血炎情剧一样 一旁的李轻轻感觉 温小雨的男友有点眼熟 低头看见桌上的杂志封面 轻轻地拍了拍小高的肩膀 还是放弃吧 实力差太远了 这个糟老头子也太坏了吧 千方百计的阻挠孙子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刚吃完饭的陆成和温小雨 在路旁聊着天 却不知已经被人秘密跟踪了 陆老爷子得知陆成和温小雨 连续快一个月了 几乎天天见面 直接把温小雨约在一家咖啡店 看着眼前紧张的温小雨 叫你出来 应该知道是为了什么事吧 温小雨低着头 不敢指视陆老爷子的眼睛 是因为陆成吗 陆老爷子冰冷地说道 你到现在还在勾引陆成 难道我上次说得不够清楚吗 温小雨急忙起身 我没有勾引他 可陆老爷子完全不听温小雨的解释 伸手递出了一张支票 这里是二百万 拿着钱 离开H市 温小雨冷漠地看着眼前的支票 质问陆老爷子 您觉得钱能买到一切吗 随后一把撕碎发票 陆老爷子感到不可思议 可温小雨缓缓地站了起来 陆老先生不用这样 我知道该怎么做 不需要您用钱来提醒我多么卑微 回到家的温小雨呆呆地坐在床上 陆成 谢谢你给了我那么多的快乐 遇见你是我三生有幸 可是大家都觉得我不配拥有这么好的你 我一直拒绝你 你却一直在靠近 其实我早就心动了 可是我是个胆小鬼啊 我不知道有些事情该不该做 或许分开 就是最好的选择吧 对不起 陆成 温小雨把辞职书轻轻地放到桌上 就决定离开一时了 另一旁的陆成也接到了经理的电话 温小雨辞职了 还买了下午三点五时去弯线的火车票 陆成得知这个消息后 急忙起身向外跑去 在车上疯狂地呼叫着温小雨的电话 可收到的却是无人接听 陆成不明白 温小雨为什么突然要不告而别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允许你就这样离开我 你能想象吗 温小雨竟然不告而别了 陆成紧紧地握着方向盘 风驰电车地向火车站赶去 来到火车站的陆成 以最快的速度买好了火车票 可等陆成来到车厢内 看着拥挤的人群 陆成感到一丝为难 这样找也不是办法 身旁的乘务员看到思索的陆成 急忙询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陆成着急地问向乘务员 我在找我离家出走的妻子 今天早上吵了一架 她就摔门而出了 关键是她肚子里还怀着我们的双胞胎 陆成听着陆成的描述感动坏了 表示一定要找到她 陆成看着急忙跑出去的陈务员 内心在暗暗估算着 最多五分钟就能查到她坐哪里 可等找到温小雨的座位时 却空空如也 陈务员也急忙解释 您的太太可能没上车 陆成坐在温小雨的位置上 电话不接 不告而别 难道是爷爷 陆成急忙打电话给爷爷 您把温小雨藏哪里去吗 可陆老爷子不紧不慢地解释 我是为了你好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听着陆老爷子的话 陆成怒不可遏地挂掉了电话 而在另外一边出租车上的温小雨 发现了一丝异常 急忙询问司机 我们是不是走错了方向 司机转过头来看着温小雨 小丫头 你终于发现了呀 陆成面无表情 呆滞地坐在车上 突然电话响了 原来是温小雨被绑架了 要陆成带五百万现金来赎温小雨 只能只身一人 陆成不相信温小雨会被绑架 要先听到温小雨的声音 可温小雨不想陆成陷入险境 选择的沉默 绑匪生气地一脚踹倒温小雨 电话另一边的陆成听到声音 也警告劫匪 再感动他一根寒毛 我就让你们下地狱 你能想象吗 温小雨竟然被绑架了 绑匪要陆成一人 带着五百万现金前来赎温小雨 陆成直接一脚踢开门 在绑匪们目瞪口呆下 丢下五百万现金 可突然陆成身后窜出一个小黄毛 温小雨急忙提醒陆成小心 可反应不及的陆成被一棍打晕 看着绑匪拖走陆成 温小雨不明白 已经给了你们钱了 为什么还要伤害陆成 难道他们根本就不是为了钱 带绑匪离开房间后 温小雨看着昏迷的陆成 缓缓地靠近 轻轻一口轻在陆成脸颊上 但在那一刹那 温小雨双脸通红 急忙闪开 我在淡马 我在淡马 嘴里在嘟囔着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一个晚上过去了 疲惫的温小雨 靠在陆成的肩膀上睡着了 醒来的陆成 看着熟睡的小雨 轻轻地吻了下头发 可没想到惊醒了温小雨 看着醒来的陆成 温小雨焦急询问 你头还疼吗 昨天的棍子看起来好重 陆成没有回答 因为他想知道 温小雨为什么离开一世 是因为爷爷吗 温小雨该直地看着陆成 他不知道如何解释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头还痛吗 痛 被你气的 温小雨陷入了沉思 陆成一把靠近温小雨 我不允许你这轻易就放弃我 可是陆成 你还不明白吗 看着认真的陆成 温小雨犹豫地说道 我不怪你 只是我们真的不合适 哪里不合适 我喜欢你 所以才会大张旗鼓地追求你 让所有人看见我们是一对 你不明白吗 我是真的喜欢你 温小雨老脸一红 把头扭向另一侧 你不要忽然告白好不好 温小雨认真地询问陆成 你到底喜欢我什么 其实陆成也不知道 也许是你打我的那一巴掌 也许是那天下雨你哭泣的脸 也许是你玩滑轮笑的样子 喜欢一个人 为什么一定要有理由呢 温小雨害羞地低下了头 陆成高兴地说道 我们结婚吧 婚纱店里 小雨穿着水晶高跟鞋 站在陆成身前 好看吗 陆成抬头一看 心跳顿时加快了几分 脸红耳热 太美了 小雨身着洁白婚纱 像一个公主 明亮的大眼睛 清澈无比 陆成信心十足 不得不说 我的眼光很好 小雨 你真的好美 小雨一脸羞涩 真的吗 陆成看着眼前的小雨 寒情默默 正要吻上去 小雨转身躲开 我再去看看 小雨在镜子前 开心地绕了一圈 我居然可以这么漂亮 陆成在身后自恋地说 我们算不算狼才女貌 天生一对 你记得不要穿太高的高跟鞋 这样会显得你老公我更高大 小雨傲娇 你都一米八五 还要多高 售货员看着他们 好想要这样的爱情 好想结婚 小雨转身 对服务员说 就这套 小雨一脸开心 这套很好 我很满意 陆成看出了 他的小心子 我看你就是懒得在世吧 小雨快步向前走 这婚纱长得差不多吗 反正我穿什么都好看 小雨一不小心地踩到婚纱 眼看就要摔倒 陆成看到 完美垫在小雨的身下 两人扑通摔倒在地上 回过神的小雨满脸担心 陆成 你没事吧 摔到哪里了 陆成小声地说 屁股 我的屁股 小雨扑痴地笑出了声 陆成起身 趁小雨不注意 啪的一声 打在小雨屁股上 还敢笑 小雨一脸害羞 你干嘛呀 陆成贴上去 暧昧地说 欺负你 将小雨扑倒在地 小雨顿时小脸红扑扑的 你要干嘛 陆成吻了上去 小雨手足无措 紧张地攥紧了婚纱 这时陆成的手机 突然响了起来 小雨害羞地说 你的电话 陆成很是生气 是谁在这个时候打电话 电话那头老爷子愤怒地说 听说你要跟小雨结婚 有没有把我这个爷爷放在眼里 老爷子听说陆成和小雨要结婚 瞬间火冒三丈 陆成默默听着老爷子的训斥 对小雨说 跟我回家去见爷爷吧 小雨听说去见老爷子 一脸担忧 陆成安慰 别怕 你只需要站在我旁边 其他的我来解决 陆家别墅里 老爷子怒吼 我让你回来见我 谁让你带这个女人回来 陆成反驳 不是这个女人 她是我的妻子 老爷子指着小雨说 我上次跟你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一定要我撕破脸 陆成将小雨护在身后 有什么事我们谈就好 我带她来不是让你骂我认定的女人 谁也改变不了 老爷子一脸不屑 是吗 可我看她还没准备好进我陆家的大门 小雨被老爷子的气势吓到 陆成握住小雨的手 别怕 有我在 陆成的安慰让小雨有了勇气 她都已经这么勇敢了 我不可以懦弱 紧紧握住陆成的手 爷爷 我和陆成是真心相爱 老爷子见小雨敢反驳 他气得脸发轻 我喜欢陆成 我想跟他在一起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我都不怕 老爷子一阵咳嗽 陆成快速上前扶住老爷子 担心地说 爷爷 你没事吧 老爷子越想越气 狠狠地打了陆成一巴掌 陆成惊愕 小雨也吓得不敢说话 老爷子震怒 你给我滚 你要是一定要娶她 你就永远别叫我爷爷 陆成反驳 如果您一定不让我娶小雨 那我也拒绝继承嘉义 反正我对集团没兴趣 老爷子气得说不出话 您好自为之 小雨 我们走 老爷子咳嗽加重 小雨看着不知如何示好 这时老爷子突然倒地 小雨急忙过去扶她 老爷子丝毫不领情 抗拒地甩开小雨的手 给我走开 不要碰我 小雨大声道 您为什么一定对我充满偏见呢 老爷子没有回答 手抖得厉害 药品滑落 洒了一地 落在小雨的脚下 小雨捡起药品 给老爷子递了过去 老爷子拒绝 我不吃 小雨耐心地说 您不要再逞强了 不管多讨厌我 先把药吃了 您才有力气骂我 看着小雨手里的药 老爷子接受 你这个不孝子 还敢回来 用力将一片要丢向路晨 路晨轻松接住 路晨一脸无奈 爷爷 您这么大把年纪了 能不能不要任性 小雨 我们走 可是爷爷现在有些不太舒服 老爷子气喘吁吁 谁允许你叫我爷爷了 我可没认你这个孙媳妇 路晨牵着小雨的手气愤地说 我们和这个老顽固没什么好说的 两人走后 老爷子拿起电话说 子墨 回国吧 只听电话那边说着 爷爷 您终于想起我了 我以为你把我忘了 婚礼现场 小雨身穿洁白的婚纱 花瓣从空中飘落 小雨仿佛是掉落凡间的天使 马上就要和一个认识不到 两个月的人结婚了 此刻我所拥有的一切 超乎了 我对爱情的所有想象 这个人我确信 是我要相伴一生的人 美帝好像梦境一样 可是这触感 又在真真切切提醒着我 这不是吗 这是真的 路晨关心地说 你手上都是汗 你很紧张吗 我很紧张 小雨疑惑 没看出来你紧张 就觉得你很兴奋 路晨搂过小雨说道 终于可以和你名正言顺地在一起 抱着小雨亲了上去 神父尴尬地咳了两声 一个男人翘着二郎腿调侃地说 这个路晨真是猴急 旁边的女人回到你当年 比他可没强多少 男人一脸得意 是吗 此时神父正在宣读爱情世音 路晨将戒指戴在小雨的手上 小声地说 我爱你 小雨看着路晨出神 路晨提醒 发什么戴 给我戴戒指 在众人的欢声笑语下 给路晨戴上了戒指 路晨凑到小雨耳边 说爱我 小雨顿时小脸一红 心跳加速 紧张地语无伦次 路晨温柔地说 好了 不逗你了 以后多的是时间 路晨说道 小雨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许司 旁边 这位是她老婆微微 我们是大学同学 小雨露出礼貌的微笑 你们好啊 许司调侃 路晨 你怎么不顺带介绍下 我还是你老婆的老板 小雨疑惑 老板 你不知道吗 路晨为了追你 把你安排在我的公司 让我帮忙监视你 小雨一脸生气 路晨 你监视我 路晨一脸得意 婚斗结了 你想反悔也来不及了 微微挽着小雨的胳膊 好了好了 你们别逗她了 当初许司追我 也是把我安排在路晨的公司 她俩除了这招 没别的 你看她俩 只要一碰见 就会忘掉所有人 路晨说道 我要去找我家小雨了 不和你说了 来到小雨身边 贴心地帮她揉脚 穿了这么久的高跟鞋 累不累啊 小雨害羞 这么多人在呢 路晨你注意点啊 注意什么 你是我妻子啊 傻瓜 路晨弯腰轻轻为小雨揉脚 微微见两人如此甜蜜 抱怨许司 我酸了 许司默契回话 我也是 路晨有了老婆忘了我 都会扔下我 微微羡慕极了 还是路晨好 不管什么时候 都惦记着老婆 你只要路晨在 就把我忘了 你跟路晨过去吧 许司着急地喊着 老婆 你听我解释呀 这时小雨的妈妈 慌张跑来 小楚到现在还没到 手机也打不通 该怎么办 小雨满脸担忧 现在都这个点了 昨晚她还和我说 一定不会迟到的 连忙安慰妈妈 不会有事的 小楚不是小孩子了 小雨担心地胡思乱想 会不会发生什么事 路晨走过来安慰 我已经安排人去找了 小雨安心了许多 大街上女孩 一边走一边骂 真倒霉 都是因为她 我错过了姐姐 最重要的婚礼 保安上前问道 这位小姐 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小楚出示请柬 我要去这对新人的婚礼 小楚见到姐姐 立马扑进姐姐怀里大哭 我还以为 我再也见不到姐姐了 小雨温柔地拍了拍小楚 遇到什么事了 告诉姐姐 小楚哭诉道 我被一辆摩托撞飞了 还好我骨头也没有大事 就是破了点皮 小雨背下的魂都没了 那人还怪我 我追着她一顿打 最后她骑着摩托就跑了 小雨生气地说 原这样 太过分了 小楚笔划地说着 走之前 还给我扔了好多钱 我是那种 会被钱收买的人吗 陆晨在一旁说 车牌号记下来了吗 我帮你找她算账 我去 我居然给忘了 突然有人敲门 三人向门口看去 小楚气愤地说 就是她 姐夫 快打她 男人一脸尴尬 愣在原地 这个臭丫头怎么也在这 小楚上踢了男人一脚 男人吓得哇哇大叫 刚刚让你跑了 现在你自己送上门 就别怪我心狠手了 男人态度诚恳地说 我刚刚赶时间 对不起 小楚刚要说话 被男人用手堵住嘴巴 好了好了 我都道歉了 你就别打我了 一把抱住小楚 回头对陆晨说 哥 我回来了 这位就是嫂子吧 嫂子好 小雨一脸尴尬 你好 那个 你要不要放开我妹妹 男人强忍着痛说 这人是你的妹妹啊 我和你的妹妹有点误会 需要解决一下 陆子墨 因一场意外 和小楚纠缠在一起 小楚使出浑身解数 又掐又抓又咬 陆子墨捂着小楚的嘴 对小雨说 我和您的妹妹有点误会 需要解决一下 陆晨冷冷地说 回来就好 爷爷想见你 去见爷爷吧 哥 你有没有想我 陆晨瞬间变脸 你说呢 陆子墨满脸失望 小雨看着两人 疑惑不解 他们不是兄弟吗 陆子墨尴尬地笑了笑 我和小楚去招待一下客人 回见 回见 小雨拉着陆晨的衣袖 陆晨温柔抚摸小雨 之前没有听你说过 你还有个弟弟 你们的关系 好像不是很好 见陆晨不语 小雨叹气 你不想说 也可以 陆晨耐心和小雨解释 我的一切 我都会慢慢告诉你 我们来日方长 不急于现在 小雨笑着说 好 你别板着脸了 今天是我们的婚礼 陆晨挽起小雨的手亲吻 谨遵夫人之命 陆子墨拉着小楚 小楚拼命挣扎 你这个破皮无赖 放开我 陆子墨顺手 把小楚抵在墙上 脸神愤怒 你想要多少钱 小楚大吼 什么意思 你就是故意碰瓷 别以为我不知道 被我拆穿了 还装无辜 小楚调皮的说 被你发现了 那又怎么样 我是想要钱 值钱那么一点不够 你居然还是我姐夫的弟弟 是不是很有缘 陆子墨满脸无奈 开个价 八十万成交 夜晚 婚礼结束 婚房内 浴缸里的陆晨 两眼魅舞 要不要鸳鸯欲啊 小语娇羞 不要 我不要 陆晨玩弄着小鸭子 这样啊 那我好失望啊 小语满脸红晕 明明已经跟他那个过了 为什么还是这么紧张啊 突然想到 上次是因为喝了酒 看着酒柜里面 各式各样的红酒 小语五妹一笑 陆晨正擦拭着身体 惊讶地看向小语 什么情况 只见小语眼神迷离 手里握着一瓶酒 跪坐在床 红晕布满脸蛋 五妹的叫着陆晨 新婚之夜 小语醉了 往常清澈的眼睛 变得迷离飘渺 白皙的脸颊 微微染上红韵 有了些让人 欲罢不能的感觉 更想靠近他 小语借着酒精 把陆晨扑倒 我好喜欢你啊 遇见你花光了 我这辈子所有运气 陆晨含情漫漫 傻瓜 你的好运才刚刚开始 小语看着陆晨着迷 不由涌起一股 想吻他的冲动 陆晨顺势抱起小语 回到屋内关了灯 这一夜 他不曾自他的身上离开 第二天早上 小语一阵抓狂 疯狂地刷牙 玩犊子了 上班要迟到 陆晨打着哈欠 从屋内走了出来 蜜月旅行真的不去了吗 我好失望啊 小语叼着牙刷 纠正一下 不是不去 试过两个月再去 我刚进公司 很多业务正在熟悉 陆晨抚摸着小语肩膀 行行行 夫人的工作第一 夫君第二 小语见陆晨有些伤心 已在他脸上问道 怎么吃醋了 陆晨擦了擦小语的嘴 我和工作吃什么醋 你不要太辛苦就行 小语开心地嗡了一声 陆晨拿起戒指 还有这个要一直戴着 以后不许随便摘下来 知道不 陆晨送小语到公司楼下 我去上班了 陆晨满脸幸福 亲一口再走呗 小语害羞地亲了一口 搞得陆晨小脸微红 着急地跑下车 陆晨担心地说 你慢点 脸颊泛红地趴在方向盘上 空气中充满了幸福 有媳妇真好 小语来到公司 开始了忙碌的工作 还能 爷爷让私生子继承家业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子墨惊讶 为什么让我和我哥抢夺市场 让我继承家业 你哥始终看不清那个女人 就是为了她的钱 居然还为了她放弃家业 只有当她穷困潦倒 才能看清真面目 子墨深思片刻 想到了一件事 小雨的妹妹在大街上碰瓷 被我撞见了 老爷子勃然大怒 果然我没有看错人 这一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子墨为难 这以家业相搏 损失的还是自家公司 代价太大了 老爷子不屑 钱财可以再赚 我只是担心你哥用情太深受伤 子墨回答 我明白了 爷爷 超市里两人开心地逛着超市 爱意义满满 陆成宠溺摸着小雨的头 其实我只会番茄炒蛋 小雨得意极了 怎么还没笔就认输了吗 陆成无奈 那我洗碗吧 小雨心想 正好我不喜欢洗碗 成交 回到家的小雨看着电视 陆氏集团真的继承人并非陆成 而是一直在外留学的陆子墨 消息一出 吃瓜群众都在议论陆成的家事 听说陆子墨好像是私生 明摆着就是家族内斗 小雨满脸担忧 这兄弟俩怎么回事 怪不得陆成最近这么猛 陆成这个傻瓜 什么都不跟我说 想得正入神 陆成上来一个暖瓜崩 想什么呢 小雨埋怨到 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陆成搂过他的肩膀 这算什么大事 小雨说 不管大事小事 都不应该让我从新闻里知道吧 你难道不知道我会担心你吗 陆成看着可爱的小雨 一阵发呆 我就是知道你会担心 所以才不想告诉你 知道了对你也没有好处 小雨失落的低下头 可是我们不是夫妻吗 虽然帮不上什么忙 可我还是想让你知道 我会赔你分担 所有好的坏的都可能 我都不想你一个人扛 陆成听完一阵感动 抱住小雨 我明白了 夫人 小雨靠在陆成的肩膀 满脸幸福 如果以后我不小心破产了 还请夫人不要抛弃我 我吃的不多 特别好痒 小雨被他这么挑逗 小脸顿时一红 没个正经 陆成成胜追击 搂过小雨就要轻轻 继承千亿加业的条件 是学习三个月管理学 你愿意吗 陆子墨对着一落落文件 心烦意躁 当学完三个月的管理学 就被扔到这里看文件 每天都是文件 好惨 秘书敲着门 总经理 我进来了 子墨哭诉 怎么又是你啊 秘书放一人高的文件 这些是今天要签的材料 麻烦总经理过目 子墨看着合同雨色 他站在窗前 看着外面的风景 感慨万分 做人一定要懂得 劳逸结合 我需要放松 我要出去潇洒 九八 陆子墨 化身风流公子 手里抓着一杯马尿 旁边走来身穿爆纹的美女 帅哥 怎么一个人呢 子墨也是老油条了 我在等你啊 女人试图诱惑子墨 你的手有些不老实哦 女人一脸娇羞 难道你不喜欢吗 不远处的服务员 听到熟悉的声音 定睛一看 果然是他 陆子墨 此时子墨也发现了服务员 居然是小初 你怎么在这里 小初叹气 还真是冤家路窄 晦气 子墨情绪激动 突然起身 上次额我十万 这次又来 想色诱 小初被占了便宜 很是生气 放开你的猪蹄 子墨霸道的说 就不放 小初愤怒打开他的手 我是来这里做兼职的 不是来找你的 你可别自作多情了 原来是这样 做兼职 居然来这种地方 小初转身说道 今天你就当没见过 你来这里做兼职的事情 应该没几个人知道的 小初一惊 他不会乱说吧 子墨威胁 你说 我要是把这事 告诉你姐你妈妈 会发生什么呢 小初烦躁的说 你有什么目的 直说 子墨伸出手 十万块还给我 小初一阵无语 大哥 你家这么有钱 不缺这一点 子墨把手抵在他的嘴唇上 我是讨厌被人算计 没让你花二十万 已经是感恩戴德 小初无奈 钱已经被我花光了 子墨拿过纸笔写欠条 小初当场实话 子墨用手指着小初 快点写 小初不甘心 写就写 写了我也不还 倒嘴的肉还能吐出来 子墨疲惫地走出酒吧 被小初这么一搅和 没了兴致继续玩 拿出手机 大哥 嫂子的妹妹在酒吧做服务员 你们知道吗 在酒吧碰见嫂子的妹妹 是什么感觉 陆子墨得知小雨在酒吧兼职 联系了陆成 哥 嫂子的妹妹在酒吧做服务员 你们知道吗 陆成回答 地址发给我 你难道就不好气我 为什么在酒吧吗 话还没说完 就听见嘟嘟的挂断声 子墨满脸失落 你就这么讨厌我 掏出香烟刚要点火 身后传来一声怒吼 接着一个 飞梯将他踹倒 你个垃圾 不是说写欠条 就不告诉我家人的吗 子墨起身负着腰 你别不知好歹 话音刚落 小初咬住子墨胳膊 子墨痛得哇哇大叫 陆成和小雨 着急往酒吧趟 小雨面露担忧之色 小初平时成绩虽然不好 但一直很懂事 他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 陆成安慰 别担心 去看看就知道了 小雨安心了许多 突然腹部一阵疼痛 疼得大叫一声 陆成一惊 怎么了 小雨捂着肚子说不出话 陆成将车停在路边 小雨说肚子突然好痛 陆成担心 别怕 我马上带你去医院 那小初怎么办 现在谁都没有你重要 先去医院 路上 小雨痛感加重 陆成安慰 马上就到医院了 坚持一下 小雨声音虚弱 好 接着视线渐渐模糊 晕了过去 陆成猛踩油门 小雨 你不能有事 两人来到医院 小雨还在婚礼中 陆成细心的照顾 想起医生说的话 陆总 陆太太是因为怀孕 但体质虚弱 加上情绪激动 所以才引发了剧痛晕倒 以后一定要在饮食 和生活上多加注意 怀孕一至三个月 是最容易流产 陆成看着手机 心想 这件事应该让他知道的 医院里 陆成打电话给爷爷 我要当爸爸了 你有曾孙了 老爷子没好气地说道 怎么需要我的祝福 那个女人的孩子 我是不会承认的 我只是通知您 至于您接不接受 开心与否 那是您的事 说完陆成就挂了 气得L老爷子暴跳如雷 差点把老年机都给摔了 电话铃声再次响起 老爷子暴躁地接起电话 喂 谁啊 电话那头 秘书回答 董事长 总经理不见了 老爷子一听 又是坏消息 更是暴躁 什么叫不见了 还以为他改了 果然好不了几天 老爷子吼道 立刻把他给我找到 绑爷得给我绑回来 当你生病卧床的时候 有人在身边照顾 一定很幸福吧 小宇从昏迷中醒来 看着眼前的男人满脸幸福 小宇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发 陆成感受到小宇 睡也朦胧 你什么时候醒的 看你睡得那么香 不忍心叫醒你 陆成关心地说 现在肚子还疼吗 小宇回答 好很多了 现在一点也不痛 小宇突然想到小初 陆成安慰 放心 我已经给子墨打电话 他会安全把小初送回去 听到陆成的话 小宇安心了许多 陆成搂过小宇 你不好奇 为什么会肚子痛吗 小宇一问 为什么啊 陆成满怀爱意 傻瓜 你怀孕了 小宇下意识回答 哦 就在他眼貌惊心时 突然反应过来 什么 我怀孕了 真的假的 陆成抱住他 温柔地说 真的 小宇有些担心 可是我还没有准备好 陆成握紧小宇的手 放心 一切有我在 小宇靠在陆成肩膀 二人满脸幸福 跑车上 子墨愤怒地说 从今天起 咱俩到此为止 桥归桥 路归路 像你这么粗鲁的女人 我是再也不想看见 小初不限 可以啊 欠条还给我就行 都到这个时候了 还想着钱 我偏不给 小初启动无赖模式 那我就让你天天见到我 见你一次我打你一次 子墨强认奋 我不打女人 你不要逼我 小初吐着舌头得意地说 哎呦 我好怕 子墨推开他的脸 别闹 给我坐好 这时子墨从倒车进 看到有人跟踪 一个飘移 想要甩开后面的尾巴 不料小初没抓稳 直接被甩在子墨腿上 吼道 你干嘛呀 会不会开车 谁让你不吸安全带 接着紧握方向盘 又是一个飘移 小初眼冒惊心 嘴里骂道 你等我下车 我不打死你这个混蛋 子墨看着身后的尾巴 想要抓我 没那么容易 突然 小初嘴里呜呜地说着想吐 还没等子墨反应 小初一阵翻涌 全都安排子墨身上 与此同时 子墨的车也被团团围住 门不当户不对的爱情 阻力终究很大 陆家别墅 两个人跪坐在老爷子面前 子墨委屈哭诉 爷爷 您要是想见我 打个电话就好了 不用五花大绑 老爷子愤怒极了 安排你做的事情没完成 你还敢出去玩 子墨一脸惊讶 嫂子有宝宝啊 那我要当叔叔了 小初惊想 他叫他爷爷 原来是一家人 吓死我了 笑容满面拍马屁 原来是爷爷啊 我是您孙子老婆的妹妹 也算是亲戚了 您管叫孙子 不用把我一起请来吧 老爷子怒不可遏 你就是温小雨的妹妹 小初笑嘻嘻地说 是啊是啊 是那个敲诈了子墨十万块的女孩子 小初惊讶 你这个小气鬼 这么点小事就要告家长 子墨瞥了一眼 要你管 老爷子嫌弃地说 我也不奇怪 毕竟你姐姐 为了嫁给陆成 也是费尽心机 现在你也缠上了我家子墨 看来你的野心也不小 小初惊想 看来姐姐在陆家很不受待见 老爷子见小初不出声 讽刺道 你怎么不说话 羞愧难当了 还好你年纪小 有一点羞耻心 小初回答 咱们来讲道理 我姐姐让陆成心甘情愿娶她 那是她的本事 我能让陆子墨乖乖 给我十万也是我的本事 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老爷子气地直拍桌子 子墨侧身 躺在地上打电话 喂 哥 听说嫂子怀孕了 怀多久了呀 我什么时候 可以抱我的小侄子呀 最好是侄女 两人看着子墨一阵无语 小语问道 老公 谁的电话啊 陆成说道 小事 不是说好我来做饭吗 你出去休息吧 电话那头陆子墨 大哥 你不要对我这么冷漠啊 小语一脸幸福 我哪有那么娇弱呀 真是的 陆成边切菜边说 在我心里 你需要被保护 永远都是 两人甜蜜地靠在一起 电话那陆子墨 吃了一嘴狗粮 人呢 一定要这样无视我吗 一个男人 为了你能吃上美味菜肴 努力钻研菜谱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办公室里 陆成化身宠七王子 为了给小语 做出美味食物 努力钻研菜谱 周启轩惊呆了 老板 一天过去了 工作堆积如山 你怎么还能如此淡定的 陆成看得入神 原来做菜有这么多学问 我想进军餐饮业了 周启轩无语 你开心就好 陆成将它拿起 不 我不开心 工作交给你 我回家做大厨了 小语在沙发上休息 听到厨房传来一响 走过去看到陆成 拿着铲子 噼里啪啦地搅着锅 鱼都快飞起 小语满脸担心 真的没问题吗 过了一会儿 厨门打开 陆成走了出来 小语看着眼前的陆成 有些震惊 随即笑着说道 做个饭 怎么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 陆成见小语笑得灿烂 自己也黑黑地笑了起来 饭桌前 小语看着一桌美食 哇 真不错啊 先尝尝这个糖醋小排吧 一口咬下 细细品尝 好好吃啊 陆成宠溺地说 喜欢就好 小语问道 被夸了都不骄傲一下吗 陆成回答 我做过功课的 不可能不好吃 来 喝碗汤 小语微笑 结果喝了一口 顿时脸色大变 立马跑到卫生间吐了起来 陆成温柔地拍着小语 好些了吗 小语一阵虚脱 让我缓缓 陆成贴心地将小语抱起 这阵子吃什么吐什么 身体怎么吃得消 得想想办法 想让小语躺床上睡会儿 小语却坐了起来 我睡不着 陆成抚摸着小语的头 好好休息 精神才会好点 小语乖乖地钻进被窝 出了卧室 陆成打着电话 许思 江湖救急 许思一脸敷衍 晚点再说 我现在不方便 随手将电话扔在一边 电话那头陆成说道 你们家微微怀孕的时候 晕肚吗 喂 在吗 人呢 干什么去了 没挂呀 只听电话那边 传来奇怪的声音 陆成偷听得正来劲 这时小语探头问道 什么声音啊 陆成背下的一击灵 手机也随之扔了出去 因老婆怀孕 霸道总裁在家 做起了家庭主妇 系上好男人专用围裙 拿起赠量的菜刀 大厨出场 小语眼巴巴地看着陆成 担心地说道 你已经好几天没去公司了 陆成潇洒回答 公司的事我都安排好了 不用担心 办公室里周启轩忙得焦头烂额 无良的老板为了老婆公司都不管 小语坐在沙发上 入神地看着肥皂具 巴唧巴唧地吃着零食 小语可爱地看着陆成 陆成关掉电视 辐射太大 以后少看 又夺过薯片 没营养不许吃 小语对陆成的行为很是无语 真希望他去上班 这时听到有人敲门 陆成问道 你来干什么 紫墨顿时紧张起来 听说嫂子怀孕了 所以过来看望一下 吃饭时陆成 还不忘虐单身狗弟 疯狂给小语加菜 陆成手机响起 居然是他 小语疑惑地看着陆成 电话那边说道 陆成 我回国了 听说你结婚了 陆成冷漠地回答 以后别打电话过来 挂断电话 小语好奇地问 谁的电话 陆成一脸冷漠 不重要 小语心存疑虑地回了句 哦 紫墨边吃边说 这个菜也太酸了 陆成一脚踢过去 紫墨赶紧拍马屁 菜真好吃啊 小语附和着 我也觉得好吃 陆成手艺越来越棒了 紫墨震惊 这些菜都是我哥做的 小语开心的回事的 紫墨心想 我哥居然会做饭 随即开启了饿狼模式 看得两人一阵无语 这孩子几天没吃饭了 吃完还不忘拍着小赌打饱了 陆成吼道 谁让你吃那么多的 嫂子还没吃饱呢 紫墨被他一胸描损 连声说着对不起 小语看着两人 尴尬地说 我吃饱了 没事的 陆成看着紫墨 越想越气 你该回去了 紫墨一听陆成撵他 顿时小脸一搭了 哥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陆成坚定地回答 是 紫墨问他 为什么啊 讨厌我也得有个理由吧 父母车祸身亡 罪魁祸首 居然是弟弟的母亲 紫墨拍桌怒吼 这么多年了 什么理由都没有 把我一个人扔到国外 太不公平了 到底是为什么讨厌 自从爸妈去世以后 你就再也不理我 陆成有些烦了 站起吼道 没有理由 就是讨厌 紫墨听到陆成这么坚决 留下委屈的泪水 一泉砸在桌上 好 我知道了 转身离开 小语看着紫墨离开 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紫墨推门而出 打扰了 小语不知如何是好 陆成 你为什么讨厌紫墨 紫墨明明挺好 陆成闭上眼睛沉思 这件事 已经在我心里憋了二十年了 小时候 我和紫墨不管做什么都在一起 直到八岁那年 有个女人来我家 她跪在妈妈面前哭诉着 求求你了 让我见紫墨一面 我们好歹闺蜜一场 妈妈吼道 你还知道我们是闺蜜 我对你最后的情分 就是给紫墨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 你居然还得寸进尸 陆成才知道 原来紫墨是妈妈的闺蜜 跟爸爸的私生子 陆成问妈妈为什么要原谅他 还要帮他养孩子 妈妈摸着陆成的头回答 我其实是在报复他们 你还小 你不懂 我始终不懂妈妈这句话的意思 直到后来我才见点明白 这真的是报复 那个女人看上去真的很难过 可是妈妈 似乎也没有以前开心了 后来有一天 爸爸妈妈得知那个女人想自杀 开车赶去 路上却发生意外 爸爸妈妈缺死了 小语摸着陆成的脸 所以从那以后 你就开始讨厌紫墨 陆成靠在小语的肩上 我知道这一切都不怪他 我不想让他知道这些 这样只会多一个人痛苦 可是我也不能原谅紫墨的存在 我一看到他 我就想起当年痛苦的回忆 小语抱着陆成安慰 好了好了 都过去了 酒吧里 紫墨坐在角落酗酒 旁边美女上来搭讪 却被他挥手支开 我就是个笑话 哈哈哈哈 这是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 走了过来 少爷 该回家了 紫墨看着眼前的男人 渐渐闭上眼睛 陆家别说 老爷子怒气冲冲指着紫墨 我让你回国是干嘛的 紫墨喝得烂醉 丝毫没有危机感 你干嘛那么凶啊 讨厌 老爷子大吼 拿盆水给他泼洗 紫墨摇摇晃晃站了起来 外面下雨了 我去外面行 你等着 然后快速跑了出去 管家问道 要不要把小少爷追回来 老爷子正在气头 不用 紫墨站在雨中发呆 谁能告诉我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如果长辈破坏你的爱情 你会苦恼吗 紫墨瘫坐在地 雨水浸透了他的衣裳 周围的人投来异样的目光 一个美少女哼着小曲 雨中漫步 走着走着 她突然停下 陆紫墨 你什么情况 陆家别说 老爷子对管家说 把陆紫墨给我叫过来 管家紧张 少爷 他昨晚没回来 老爷子瞬间震怒 什么 一晚没回来 管家小声说着 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老爷子擦了擦嘴 陆晨那边最近什么情况 听说公司很少去 管家回答 是的 少爷最近为了照顾温小姐 所以才没去 老爷子暴躁如雷 抹布扔往地上 胡闹 真是金贵啊 我去会会的 管家无奈 干嘛老跟孩子过不去啊 老爷子来到小宇身边 压迫感瞬间袭来 小宇瑟瑟发抖 老爷子问 陆晨不在家 小宇紧张地回着 他出去买菜了 老爷子盯着小宇 你好大本事啊 居然能让陆氏大少爷放下工作 为你端茶倒水 洗衣做饭 小宇被盯得发毛 陆晨 你快点回来啊 爷爷 我去给您倒杯茶 小宇刚起身 老爷子没好气地说 不用 气氛又降到零点 突然传来开门声 小宇轻松了许多 陆晨拎着东西说 饿了没 马上开饭 小宇急忙凑上钱 爷爷来了 陆晨开心地说 来得正好 一起吃吧 爷爷还没吃过我做的饭 老爷子听他说做饭 我冒三丈 你是要气死我 陆晨停下脚步 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老爷子口吐芬芳 好好的总裁 你不做 在家做厨子 陆晨冷静回复 看来爷爷不是很想吃我做的饭 饭桌上一片寂静 这令人窒息的气氛 谁来救救场啊 陆晨手机突然响起 几人同时看了过去 老爷子看了一眼 居然是截然 陆晨直接挂断 老爷子问 怎么不接呢 陆晨无奈 为什么要接啊 老爷子哼哼唧唧嘲讽道 温小宇啊 温小宇 你最好祈祷陆晨 能爱你一辈子 小宇觉得里面有故事 内心很是不安 爷爷说这话什么意思 陆晨听到爷爷挑事 瞬间急眼了 您能好好吃饭吗 小宇看着陆晨有些难受 刚才那个电话 把番醋坛子和孙媳妇争宠 厨房里 陆晨唱着小曲洗着锅 老爷子阴阳怪气地说道 陆晨把你照顾得很不错呀 小宇脸色微变 心想爷爷又开始找茶了 我给您削个苹果吧 老爷子接过苹果 咬了一口 喷的一声扔在茶几上 太酸了 你还是去拖地吧 我看地板有点脏 小宇拿起拖布 这不是挺干净吗 这时陆晨从厨房出来 看到小宇拖地 走过来抱住他 贴心地说 我来吧 老爷子越看越生气 陆家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田狗 陆晨拖地弄在老爷子脚上 老爷子更生气了 陆晨 你想干什么 陆晨无辜 当然是拖地了 爷爷不是说地上脏吗 你一定要这样为胡温小宇 他是我的妻子 现在还怀了孕 爷爷 您这么大年纪了 能不能懂点事 老爷子气得暴跳如雷 你是故意要气死我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孙子 陆晨无奈 那能怎么办呢 我就是您孙子 没有办法 小宇见两人打嘴仗 灵机一动 捂着肚子叫了起来 肚子好痛 陆晨赶紧上前搂过小宇 都是你干的好事 老爷子甩脸哼了一声 来到医院 医生训斥 简直胡闹 孕妇是不能受刺激的 这样会影响他儿的 这点常识 你们都不明白吗 老爷子不屑 这不是没什么事吗 至于这么小题大做 我先走了 陆晨担心 有点自责 其实我刚刚是装的 看你和爷爷吵得那么凶 我才想到这个办法 陆晨得意一笑 我早就看出来了 路上我就和医生串通好了 要不然医生 怎么会配合你表演 两人从医院出来 陆晨细心地扶着小宇 小心地滑 这时陆晨的手机又响起 电话那边一个女生说着 陆晨 我回国了 陆晨往前走了两步 冷漠地说 和我有关系吗 我们也没必要再见面了 挂断电话 对小宇说 走吧 小宇想着陆晨刚才说的话 没必要见面了 是什么意思 这个电话到底是谁打来的 好在意 好想问问他 可是又问不出口 一直以来的安全感 可能要破碎了 交往七年的初恋突然出现 一个是刚结婚怀孕的老婆 一个是占据了 整个青春的白月光 该如何选择 精致的高跟鞋 飘逸的紫发 净显妖娆 抹胸短裙搭配风衣 成熟又性感 陆晨 我回来了 电话那头说 不见你 一定要这么绝情吗 我已经结婚了 我很爱他 我不信 简染生气地挂掉电话 我才不会相信 曾经那么爱我的你 怎么可能轻易地爱上别人 你陆晨只能是我简染的 公司内 简染挑逗着周启轩 我都说了 陆总不在 你找不到他 也不用这样为难我吧 我有很多工作要做 没空陪你玩 简染自信地说 我可不管 我相信 你有办法让陆晨出现在这里 周启轩无奈地拿起手机 喂 老板 王总来公司了 说要谈下合作细节 陆晨说 我现在过去 小雨在一旁 心想他要去见那个人了吗 陆晨宠溺地摸了摸小雨的头 我去公司处理公事 晚点回来 独自在家的小雨 开始胡思乱想 明明想过去看看 可是又怕陆晨不愿意 真的好害怕 难道又和之前的秦力华一样吗 小雨突然坐起 不能再乱想 头都快炸了 可小雨还是忍不住乱想 委屈地哭了起来 这时 电话突然响了 原来是妈妈打来的 家里包了很多饺子 想给你送点过去 你在家吗 小雨说 我在家呢 妈妈现在过去 小雨心想 情绪不好会影响宝宝吧 立即和妈妈说 要不回家吃吧 妈妈开心地说 好好好啊 带上陆晨一块吧 小雨满脸失落 陆晨 他这几天很忙 我就不带他一起了 公司里陆晨生气地说 周启轩 你居然敢骗我 周启轩委屈大哭 我有什么办法 做人好难啊 简染坐在椅子上 优雅地喝着咖啡 多年不见 你们的感情还是这么好 陆晨走近说道 你到底想干什么 简染起身 我到底想干什么 你还不清楚吗 确认一下 你这个男人是不是还爱我 随即伸手摸向陆晨 陆晨嫌弃地躲开 简染 放下吧 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我已经不是当年的陆晨了 在你为了钱放弃我的那一刻 我就下定决心 不再对你抱有任何幻想 简染转头对周启轩说 你出去一下 有些话 我想单独对他说 周启轩十分感谢他 这种场面 他可不想经历 陆晨拦住周启轩 转身对简染说 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 你好自为之 简染着急地说 陆晨 你站住 难道你就一点不好气 我当年为什么离开你吗 分手七年的前女友 回来挽回你 你会怎么做 就在刚刚 简染看陆晨走有些急 你难道就不好气 我为什么离开吗 陆晨无情地回到不好奇 简染听他这么坚定 顿时有些失落 小雨坐在出租车 无私乱想 一声不响地出门 陆晨不会生气吧 要不要跟他说一声 我回家了呢 突然小雨手机嗡嗡地 响了起来 给他吓一哆嗦 小雨 我在超市呢 今天想吃什么 小雨听到陆晨的话 有些紧张 我在回家的路上 妈妈包了饺子 当想给你打电话来着 陆晨一听有饺子 瞬间化身小馋猫 我马上过去 陆晨看着子墨有点烦奏 吃完这顿饭赶紧回家 别再岳母家添麻烦 小雨妈妈为户 怎么会麻烦 子墨很是乖巧的 帮了我不少忙 陆晨 你不要太严格了 小厨没好气地说着 妈妈 你是说陆子墨 帮忙包的爱心饺子 陆子墨回到 你不也是包出了 惊世骇俗的蘑菇饺子 小厨说 不过他直接将爱心饺子 塞进他的嘴里 陆晨给小雨 夹了一个饺子 没好气地对子墨说 你赶紧回爷爷那里去 子墨回到我不去爷爷那里 过几天我就回美国 陆晨听后 为之一惊 这样也好 其实这次回来 就是为了哥哥 看来哥 还是一如既往地讨厌我 想了想 还是放弃好了 反正一个人 在米国也习惯 小厨看到子墨这样 心想 上次见到他就是这个样子 原来让他不开心的原因是陆晨 我还以为失恋了呢 此时的小雨也在想 明明都不开心 却还要装作轻松的模样 这兄弟俩真像上一代人的恩怨 却影响到了下一代 真的值得吗 小雨看向子墨 回米国前有未完成的心愿吗 比如想要点什么礼物 或者什么吃的 再或者别的 子墨一阵沉思 愿望吗 我的愿望只有一个 哥 你知道吗 虽然从小妈妈就不喜欢我 爸爸也不管我 只有你一个人对我好 我一直把你当做最重要的人 可是为什么后来你要赶我走 连个理由也没有 陆晨叹了一口气说道 有些事情就是没理由的 你有你自己的生活 何必对这件事执着 小雨担心地看着陆晨 即便是很难受 也不想给子墨增加负担吧 碰了下陆晨的手 子墨发泄出来 是不是舒服了很多 过去的事情 就让它过去吧 如果反反复复 都为了一件事纠结痛苦 那是不是说明 一开始方向就错了呢 子墨听到嫂子的话 沉思片刻 他貌似想通了什么 陆晨温柔地看着小雨 心想 还是你懂我 此时的小厨有点不乐意了 好好吃顿饭 气氛都被你破坏了 子墨站起来说道 多谢款待 饺子我吃完了 我这就回米国 随即转身离开 小雨转头看向陆晨 你真的不挽留一下吗 然后对子墨说 等一下 话音刚落 陆晨大声地喊道 陆子墨 其实我觉得爷爷公司 被你打理乱七八糟的 爷爷变得更忙 没空管我 好像还不错 子墨听到陆晨的话 心想 临走了都不忘嘲讽我一句吗 可再一想 他好像不是那个意思 陆晨追上来说道 你回米国 又得跟你那些胡鹏狗有鬼混 还不如老老实实待在阁内 子墨听完这些话 一脸猛逼 什么意思 小厨在旁边吼道 傻子 哥不让你走了 前女友回来抢男人 耍心机把你约出来 该怎么办 咖啡厅里 减染回头 看向薇薇 好久不见 薇薇笑意写在脸上 你真的回来了 接到你的电话 我不相信 简染笑道 这下信了吧 都见到活人了 简染开门见山 其实我是有监视 想找你帮忙 还没等他说完 薇薇脸上泛起红韵 不行 我得先去卫生间 等我一下 简染看他着急的模样 去吧去吧 薇薇不小心碰掉了手机 然然 你帮我剪一下 谢了 这时来了一条短信 定睛一看 居然是温小雨发来的 温小雨不就是跟陆晨结婚的那个女人吗 正想找你 自己就送上门来了 拿起手机 看着薇薇和小雨的聊天记录 简染心中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小雨在家里悠闲地看着书 电话突然响起 薇薇怎么了 我不是薇薇 简染自信说道 正是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简染 陆晨的初恋女友 她应该和你提过我吧 明天下午两点半 出下广场四楼 我请你喝咖啡吧 我想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聊一聊 陆晨好奇地问 薇薇找你有什么事吗 小雨试图掩盖过去 没什么 就是提醒我饮食起居要注意 不错 许思还是教导有方的 小雨躺在陆晨腿上 简染说的话 让小雨想得出神 陆晨看着小雨闷闷不乐 怎么感觉你心事重重呢 小雨说 才没有 咖啡厅里 从卫生间回来的薇薇摆弄着手机 简染说 你想吃什么随便点 我请客 不吃香菜辣椒 不吃洋葱番茄 你可真难伺候 你们家许思怎么受得了你 薇薇一边自拍一边说 她愿意宠我 要你管 以前陆晨也很宠你啊 是你自己没把握住 简染气得拍桌子上 薇薇一惊 好姐妹 你可不能动武 简染嚣张地说 我刚才用你的手机 给温小雨打电话 约她明天出来见面 薇薇震惊 天哪 你疯了 陆晨都已经结婚了 你不会还想和她旧情复燃吧 为什么不可以 陆晨本来就是我的 薇薇无奈 可是我感觉陆晨 真的挺喜欢她妻子 陆晨知道 一定会非常讨厌你的 到时候 你们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好吧 直接从温小雨那下手 风险太大 这次是没法赴约了 不如先去找老爷子 为了二百万 这个女人离开初恋 如今身家过亿 只是为了得到认可 今天她要见一位重要的人 那就是初恋的爷爷 简染礼貌问候 爷爷好久不见 老爷子手跨胸前 我还以为你不会回来 简染拿出一张银行卡说 这是一个亿 我赢了 你应该不会再反对 我和陆晨在一起 老爷子硬气地说 愿赌服输 我不会再阻止 你和陆晨在一起 不过陆晨现在结婚 你知道吧 简染摘下眼镜 知道 当初跟您打赌 我就做好了这个准备 这次我回来 我就有办法 让陆晨再次爱上 相比温小雨而言 我更适合当您的孙媳妇吧 您现在有没有后悔 当初拆散我们 老爷子闭眼沉思 有那么一瞬间 毕竟陆晨当初那么爱你 我硬拆散你们 他因此抑郁了很久 后来还不记女色 你今天找我过来 不会就是为了征求意见吧 简染意气风发 当然 对我来说 您是陆晨最尊重的人 如果得不到您的祝福 我是不会和陆晨在一起的 我要的东西必须完美 老爷子听后顺势站起 那你就和温小雨个平本是吧 如果你能赢过温小雨 我不会再阻止 你进我陆家大门 说完就准备离开 当走两步 又回头说道 银行卡你自己留着吧 这些年你也不容易 看着老爷子离去 简染暗停了录音机 温小雨 老爷子都同意了 我看你怎么和我比 咖啡厅里服务员走过来说道 小姐 不好意思 我们要打烊了 小雨正在专心看书 看了一眼窗外 边走边想 她为什么没来 难道是陆晨告诫她不要来找我 为了让我这个孕妇不受刺激 想着想着烦躁了起来 就在这时 身后有人大声喊她的名字 回头一看 居然是陆晨 只见陆晨气冲冲吼道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们 小雨被她霸道的温柔搞得紧张 我出门忘带手机了 对不起 陆晨看到小雨委屈 抱住小雨 傻瓜 以后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让我找不到 你知道吗 小雨疑惑 你今天是怎么找到我的 陆晨神秘地说 我告诉你 一运傻三年 我真说的没错 看来以后不能让你乱跑 小雨听到陆晨说她笨 瞬间有些不开心了 陆晨并未察觉 开玩笑地说 我好像有点后悔了 怎么娶这么笨的老婆 小雨听到这句话 彻底没了安全感 回想截然打来的电话 小雨眼泪哗哗地流下来 哭着对陆晨说 那你现在后悔还来得紧 小雨泪如雨下 陆晨知道自己惹祸了 连声说着对不起 表示自己刚刚只是开个玩笑 从此以后 减染就成了小雨的心病 淡下龙凤胎 是开心的事 陆晨左手一个 右手一个 妈妈 喂奶啊 小雨开启了狂暴模式 等我五分钟 陆晨说好的 小雨在跑步机上一顿狂跑 跑出了一道残影 陆晨对着宝宝说 我们不看妈妈那个傻瓜会变笨的 要学习爸爸的聪明才智 宝贝听见爸爸说妈妈坏话 奶嘴直接吐了过去 陆晨被奶嘴砸得眼冒惊心 过了一会儿 两个宝宝安静地睡着了 陆晨问道 明天你真的要去上班啊 小雨摇晃婴儿床 嗯 月嫂 我已经安排好了 是时候出去赚奶粉钱了 主要是在家宅的有些难受 陆晨抱起小雨 老婆 你真棒 小雨害羞 陆晨 你干嘛呀 陆晨凑上前说道 好不容易小家伙睡着了 你说我要干嘛 陆晨抱着小雨回屋 不知道干嘛去了 第二天 小雨来到公司 同事笑着说 哟 小雨回来了呀 身体恢复得不错嘛 像没生过孩子一样 小雨客气地回复 我那么努力减肥 当然恢复得好了 此时杰然已经在旁边偷听了半天 你就是小雨 小雨疑惑 与人自我介绍 我是杰然 小雨听到这个名字 犹如晴天霹雳 杰然强势说道 跟我过来 小雨被他强大气场压得 有些喘不过气 很快两人来到茶水间 杰然说道 我是陆晨的前女友 小雨说 我知道 杰然没好气 你全部都知道 小雨听他是来挑事的 没错 简小姐 有什么事 你就直说 不要拐弯抹角 杰然见他态度强硬 拿出老爷子的录音 您现在有没有后悔 当初拆散我们 老爷子闭上眼睛说道 有那么一瞬间是有些后果 毕竟陆晨当初那么爱你 我硬拆散你们 他也因此抑郁了很久 后来还不进女色 小雨发呆 心想这是爷爷的声音 杰然暂停录音 当年我离开陆晨 只是因为我想更加明正 年顺嫁金陆家 所以我用爷爷逼我离开的 二百万跟他打赌 如果我能用这二百万 带回来一亿 那就证明我足够优秀 爷爷就不会阻止我和陆晨 爷爷答应了 只是我唯一高估了一件事 那就是我在陆晨心中的位置 我还以为他会一直等我呢 小雨摔下水杯 你跟我说这些做什么 难不成 把陆晨让给你 简染见小雨很是不屑 陆晨 他还不知道这一切 如果他知道 你说他会怎么样呢 小雨怒道 那是你和他之间的事 况且有一点你要清楚 我和陆晨才是合法夫妻 你和他已经回不到从前了 简染听到一连串的暴击 温小雨 你还真是伶牙历史啊 小雨转身回道 过假 简染再次挑衅 我已经约了陆晨今晚见面 把这一切告诉他 小雨回头吼道 他是不会去的 你就死心吧 总裁老婆被撞 肇事者逃逸 傍晚 小雨坐在沙发上 给陆晨打电话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变化一直打不通 小雨又开始胡思乱想了 他去见前任了 来到楼下 小雨问月嫂阿姨 陈叔呢 月嫂说 陈叔他家好像出了点事 今天请假了 太太 你要出去吗 我帮你找个司机 小雨想了一下 不用了 我自己打车 看着小雨出门 两个宝贝哭了起来 小雨走到楼下 左顾右盼 怎么没有车呢 正在交集寻找时 马路对面过来一辆出租车 他向出租车跑去 突然 一辆轿车飞速驶来 小雨看到轿车未知一惊 接着视线变得模糊 司机下车查看 好像撞到人了 吓得不知所措 副驾驶埋怨 谁让你晚上开车不开凳 现在可等着 要不我们跑路吧 这里没有摄像头 两人一拍即合 肇事逃逸了 留下小雨 一人倒在血泊中 片刻后 一个陌生男人走了过来 将小雨抱上车 公司里会议还在进行中 陆辰埋怨一定要拉我过来 这点是你自己决定就好了 周启轩说道 别这样 老板 我这不也是为了公司着想吗 陆辰突然想起 我手机呢 一下午没见到你 是不是又拿去打楼器了 周启轩一脸坏笑 嘿嘿 没电了 我这就去给你充电 陆辰暴躁 快点去 此时的陆辰有些不耐才 小雨这么久联系不到 我肯定会担心的 不行 不能等了 起身对大家说 你们继续讨论吧 做好会议记录 我有点急事 先走了 回到办公室拿起手机 不用充电了 我回去了 怎么这么急 陆辰担忧之色 总觉得有不好的事会发生 你还因一场车祸 人生开始逆转 陆辰赶回家里 小雨呢 月嫂一脸愁容 先生 太太出去了 好像是去找你了 陆辰紧张了起来 什么时候出去的 好像出去一个多小时了 你们没有碰到吗 陆辰越听越着急 拿起座机就给小雨打过去 可是那边一直无人接听 陆辰心想 怎么回事 怎么不接电话呀 此时的小雨感觉身处一片混沌 特别难受 病床上 她已经昏迷不醒 脸上全是伤口 医生对男人说道 莫先生 这位小姐伤势太严重 恐怕就不活了 男人冷静说道 必须给我救活 陆辰找不到小雨 众人心急如焚 许思焦急问道 有消息了吗 陆辰叹了口气 一点消息都没有 已经报警 还没有结果 微微疑惑 小雨是不是回家了 陆辰摇头 周启轩问道 你们吵架了 陆辰又摇了摇头 许思说 我已经托人去找了 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 陆辰无精打采 谢谢 医院里 小雨脸缠纱布 躺在病床上 医生对旁边的莫先生 汇报情况 这位小姐 已经暂时脱离危险 就是她脸部伤口太多 可能要毁容了 莫先生她能整好吗 医生说有一定希望 不过恐怕 会和之前的脸不一样 莫先生表示 能整好就别废话 接着她转身离开 出来后 一个女孩跟了上来 你为什么要帮她 是因为她长得像 思前姐姐吗 莫先生沉思 可惜那张脸毁了 女孩可爱地说道 没准整好了更像 要不我跟林医生说 让她把这位姐姐 整成思前姐姐的样子 莫先生摸着她的头 再像也不会是思前 等她醒了以后 她还是要回到 她原来的生物 知道吗 女孩调皮地说着 欠 我才不信 自从思前姐姐以后 我还是第一次 看你对别的女人上心 你会舍得放她走 此时的小雨 渐渐苏醒 紧紧握着床单 虚弱地喊着 陆晨 陆晨也在拼命 寻找她的下落 莫家别说 小雨躺在病床昏迷 三天三夜 身体传来阵阵剧痛 她缓缓睁开眼睛 视线有些模糊 渐渐变得清晰 想要支撑身体坐起 一股剧烈的疼痛 刺激着她的神经 这时一个男人走进来说 我劝你不要乱动 小雨对眼前的一切都很陌生 我怎么会在这里 你是谁 男人自我介绍 我叫莫北炎 这里是我家 小雨吃力地掀开被子 我要回家 莫北炎劝说 你现在很虚弱 奶也去不了 小雨倔强地冲了出去 步履间男的走着 陆成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难道你已经和前人见面了 你原谅他了 那我怎么办 小雨走到门口 一辆跑车停在他面前 莫北炎说道 上车 你想去哪 我送你 很快 两人来到陆成公司楼下 小雨说 谢谢你 刚下车 小雨就愣在原地 眼前的阴幕让他心痛不已 莫北炎见他不动 怎么 只见陆成截然两人 从公司里走出来 小雨彻底伤透了心 截然见陆成最近憔悴许多 贴心地给陆成整理领带 不巧的是 这一幕刚好被小雨看到 见二人举止亲密 懦弱的他不敢上前 莫北炎问道 你还下车吗 小雨泪流满面 回到车里 莫北炎看他如此伤心 不知如何安慰 拿了一包纸巾递给他 小雨接过纸巾说了句 谢谢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短短几天发生这么多事 小雨很是迷茫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这非样子能做什么 委屈的泪水顺势下 莫北炎说 那我们先回去吧 此时的陆成有些生气 简然我们已经不可能了 简然看他这么严肃 连忙说着 对不起 我只是看你这几天 小温小雨太辛苦 所以想帮你整理一下 你以前可是最爱干净 这时电话突然响起 陆成满怀期待地接起电话 许思 有消息了吗 电话那头说道 我这边一点消息也没有 一定是有人做了什么手脚 不然怎么可能连个人都查不到 你是说 有人故意让我们找不到小雨吗 陆成挂掉电话 瞟向身后 吓得简然花容失色 你以为是我做的手脚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还不清楚吗 陆成听到他的话 顿时冷静下来 心想他确实不会干这种事 手插口袋说道 你别跟着我了 此时的陆成一脸沧桑 小雨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一个月后的墨家别墅 病床上的小雨望向窗外 过去这么久 你都没来找我 难道真的跟简然在一起了 此时墨北炎站在门口 心里不是滋味 都过去一个月了 你还想着他会来找你吗 小炎调皮地站在背后 又来偷看啊 墨北炎表情严肃 转身想要离开 什么骂 明明就是在意 还不让人说 墨北炎突然停下脚步 吓得妹妹瑟瑟发抖 之前让你查的是怎么样了 陆成还是没有任何动作 小炎紧张地回答 是啊 如果有动作 我早就和你讲了呀 轻烈语气地说着 我看他十有八九 一情别恋了 小雨姐姐 真可怜 墨北炎心情貌似好了一点 随口说道 我知道了 然后转身离开 墨北炎离开后 小炎轻轻拍着胸脯 我的妈呀 人生第一次撒谎 真是吓死我了 好不容易设计的一切 都是为了老哥你的幸福 我可真不容易呀 小炎扭头看向屋内 我才不会让他找到你 还是乖乖留下来 给我做嫂子吧 干嘛非得执着那个男人 我哥多好呀 小雨站在窗前 思绪万千 都这么久了 怎么还不来找我呀 是不是你根本没想找 凭你的实力 怎么可能找不到我 难道你们真的旧情复燃啊 还是你不喜欢我了 墨北炎走近小雨 为他披上风衣 风大 伤口容易感染 小雨神情失落 谢谢 我想问您个问题 墨北炎说 你问吧 如果你有一个 很爱你的前女友 因为一些原因 你们分手了 后来你结婚了 那个前女友回来了 你会和他复合吗 墨北炎沉思了一会儿 你应该很了解他呀 他会怎么做 你猜不出来吗 小雨自卑地说 我只知道他们都很优秀 他们好像更般配一些 墨北炎冷声说 不 你并不比别人差 只是他们更清楚 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小雨听后有些失落 嘴里念叨 成为怎么样的人 我好像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上学的时候 想要个好成绩 工作的时候 想多拿点奖金 墨北炎回答 你之所以自卑 是因为你跟那个男人 并不是同一水平的人 所以我才会被抛弃 是吗 墨北炎转身回答 谁离了谁都能活下去 小雨毛色顿开 是啊 他现在指不定过得多好了 而我却在这自暴自弃 此时的小雨暗下决心 墨先生 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墨炎问道 什么事 你能不能帮我换个身份 小雨坚定地看着他 墨北炎疑惑 你想清楚了 小雨回到已经回不去了 所以我想重新开始 因误会老公与初恋举止亲密 失望离开换身份 重新开始人生 一阵风掠过窗户 小雨躲闪不及 风带随之松开 映入眼帘的熟悉面容 墨北炎失了神 小雨见状用手挡着眼睛说 好大的风呀 墨北炎走进一步 这副面孔简直和秦思浅一模一样 随即说道 我想好了你的新身份 温思浅 小雨捋着头发 轻念着新名字温思浅 墨北炎追问 可以吗 小雨满意地点点的头 挺好的 可以呀 转身挤出一丝甜甜的微笑 五年后 墨先生在邮轮举办慈善拍卖会 各方富豪齐聚 陆辰也带着周启轩前来赴宴 老大 听说一剔服装大赛的冠军也来了 拍卖会的主场 是他的品牌代理权 陆辰敷衍地回答 嗯 周启轩见他爱答不理 激动说道 老大 竞争对手很多 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 见陆辰并未作声 周启轩神情无语 喊了口气 自从温小雨失踪 老大每天都试了魂 过了一会儿 周启轩拿着面具说 老大 假面舞会马上开始了 我去完了 您请自便 陆辰依旧敷衍 去吧 假面舞池里 众人随着音乐轻盈舞踏 陆辰心有所思 独自站着喝闷酒 小雨 你究竟去了哪里 我真的好想你 这时 一个脚穿蓝色高跟鞋的美女走过 金色头发璀璨夺目 虽看不清面俱下的容貌 但从她行走的气质来看 绝对漂亮 两人擦肩而过 美女散发出的淡淡清香 温小雨 陆辰闻后心头一挤 这味道如此熟悉 她一定是小雨 转身加快脚步追了上去 女人走进假面舞会 却发现身后有人注视 陆辰紧紧拽住她的胳膊 美女为之花容失色 这位小姐可以把面具摘下来吗 五年转瞬即逝 小雨成就著名设计师 满玉而归 舞会大厅 女人盛装出席 蓝色漏背勾勒完美曲线 净显国色天香 突然 鲜鲜御手被人用力抓住 女人转头看去 这位小姐可以把面具摘下来吗 女人思虑万千 怎么是她 看着眼前的男人 痛苦的回忆涌上心头 整整五年 终于还是碰见 女人握紧拳头告诫自己 你现在是温思浅 已经不是从前的温小雨 一切已经重新开始 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了 陆辰惊喜地说 小雨 小雨 从回忆中醒来 礼貌说道 这位先生 你可能认错人了 如此熟悉的声音 陆辰只觉得 全身血液都被抽空 真的是她 思浅随即摘下面具 表情冷落冰霜 先生 可以松手了吗 陆辰看着眼前的女人 心中燃起的希望 再次破灭 不是她 我是魔争了吗 居然会将别人认成小雨 失望地松开她的胳膊 不好意思冒犯了 思浅转身 再次告诫自己 我已经不是从前 那个任人宰得的小雨了 即使重遇 内心再有波澜 我也是温思浅 再也回不去了 远处兄妹二人 将一切尽收眼底 小烟说道 哥 你心可真大 你就不怕她跟那人跑了 漠北言故做镇定 不重要 其实早已忧心忡忡 小烟戏谑 真是口是心非 这时天空泛起雾云 大雨顺势落下 众人扫兴而归 海水打在游轮上 发出阵阵浪声 众人焦急地向室内跑去 墨北言拿着衣服 为小烟挡雨 思浅姐姐呢 墨北言面露担忧之色 得赶快找到她 不然会有危险 温思浅没有乘船的经验 感觉一阵头晕 胃里翻腾倒海 周启轩拽着陆辰向室内跑去 陆辰注意到 温思浅趴在船边稀里哗啦的土 看着她的背影 想起怀孕时的小雨 周启轩在一旁说道 老大 你愣着干嘛 快进去啊 陆辰嘴里念着小雨 旁边的周启轩一领一难 这不是小雨 陆辰向女人走去 温思浅捂着嘴 运船真的是太难受了 这时 一个男人跑向温思浅 这人正是墨北言 陆辰看着他有种说不出的落幕 北言蹲下身子 将衣服披在他的身上 问道 没事吧 思浅虚弱地回答 没事 随后 墨北言将他抱走了 望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陆辰心里居然有些失落 五年前的一场误会 让他心灰意冷离开 姚身换了一个身份 看着二人远去的背影 陆辰心中满是落幕 周启轩见状安慰 老大 你没事吧 陆辰一脸沮丧 我没事 思浅靠在墨北言怀里 完了 我感觉我自己要狗带了 墨北言说道 你要是没了 今天这么多冲你品牌代理的 都白跑一趟 拍卖晚会现场 大家情绪高涨 为了拍下怡君设计作品 清空之类争先恐后 拍卖师最后问价 三千五百万 有人要跟吗 现场无人加价 最后一锤定音 恭喜方总拍的最后压轴作品 清空之类 我们所有的拍品都已经拍卖完毕 这时有人打断了拍卖师 等等 不是说这次怡君会出席拍卖吗 怎么还不见人 拍卖师回答怡君 没有出席这次酒会 官方并没有给出这样的消息 小燕在下面听着对话 扑持笑了出来 对思浅说 要不是打着你的名义 这次慈善晚宴 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捐赖 那些人可都掏了血 就是为了能在怡君面前 留下深刻印象 思浅说道 这样也好 至少落个大慈善家的美 随即起身 我先去趟洗手间 马上回来 思浅从陆成身边走过 引起了他的注意 陆成对这个像极了小雨的女人 有一种莫名的好奇 立即起身跟了上去 想着一定要弄明白女人的身份 洗手间 思浅边洗手边 想着刚才的事情 再次相见 有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情绪 思浅用水 拍打着点蛋 清醒一点 不要再想了 已经过去了 整理好形象 了解好心情 推开门 正要走出去 突然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 请留步 思浅一看是陆成 满脸冷漠 是你 请问有事吗 陆成再次验证心中的猜测 小雨 到底是不是你 思浅想逃避 脚下一阵慌乱 陆成看出他的心虚 顺势逼近 你好像有些紧张 思浅心想不能 让他看出来 轻浮地挑起陆成的下巴 陆先生 你难道不知道 这样看着一位女士 是十分不礼貌的行为吗 陆成看着眼前 轻浮的女人 很是失望 不是她 她不会这样跟我说话 陆成嫌弃地向后退 思浅也终于松了口气 想着得尽快逃离这里 转身说道 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陆成直接拆穿她的身份 你就是宜君吧 你就是宜君吧 陆成识破女人的真实身份 思浅神态疑惑 愿闻其详 陆成贴近思浅 怡君一直都钟爱 腰部镂空设计 只是这次镂空设计 用了个钻石 陆成伸手摸向思浅 调戏地说 这设计真是精致 与性感并存 思浅拨开陆成的手 请您自重 难道陆先生 也是为了品牌代理而来 陆成回道 当然 你的设计我很喜欢 很期望 与怡君达成合作呢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目前我还没有合作一想 陆成回击 目前没有 不代表将来也没有 思浅心想 为什么莫名其妙又和他缠上了 就在这时 灯突然灭了 四周瞬间漆黑 思浅神色慌张 停电了吗 陆成也被这突袭的黑暗吓了一跳 两人扶着墙 慢慢挪动脚步 思浅不小心踩到陆成的脚 糟了 接着两人摔倒在地 思浅被陆成压在身下 满脸尴尬 用手护住重要部位 陆成慌乱起身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手忙脚乱压到了一坨软软的 思浅随即一阵反抗 手灯脚刨一巴掌打向陆成 陆成抓住他的手 低声说道 不要再动了 心想 该死 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思浅冷静下来 熟悉的感觉再次涌上心头 灯亮了 思浅立马清醒 给了陆成一巴掌 直接起身离开 陆成捂着连委屈地坐在地上 回味着刚才的触感 看着自己的手 我刚才是摸到了什么 拍卖会进行到最后 主持人说道 下面有请我们慈上晚会的主办方 莫先生上台讲话 掌声从四面响起 来人拿起话筒 走上舞台 旁边的主持人一脸花痴地看着他 好晒啊 陆成回到座位 周启轩疑惑说道 哎 老大 你怎么才回来 刚刚去干嘛了 陆成害羞 奶也没去 周启轩坏笑 胡说 脸都红了 而且那位美女刚刚跟你一起回来的 脸也红得跟小苹果似的 思浅刚刚回来 小燕阴阳怪气地说 怎么去那么久 思浅故意插开话题道 莫先生讲话了 相爱的新婚夫妻 因一场车祸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讲台上的莫北炎说道 非常感谢各位 历临慈善晚会 随后一阵沉默 全场鸦雀无声 一片寂静 主持人问道 还有呢 思浅尴尬的笑着 果然 莫先生还是吸字如今 场下观众一片死寂 主持人为了缓解尴尬 应急微笑说道 慈善公益事业以来 许多社会知名人士 都伸出了援助的双手 衷心希望受到帮助的贫困家庭 能利用好这份善心 努力学习和工作 回馈社会 莫北炎极不耐烦地附和道 嗯 接着主持人目光看向他 听说今天小燕也来到了现场 他可是京都十大名员之首 在场的应该有很多单身贵族 都想一睹他的风采吧 莫北炎极其愤怒地说道 他还小 突然台下一个女人说 比起小燕 我反而对另外一位女士身份 更好奇一些 众所周知 莫北炎不尽女色 身边一直只有他的妹妹 却不知从何时开始 身边近多了一位气质外貌 均不属于小燕的女 不知这位女子姓甚名水 和莫先生什么关系 莫北炎冷漠回道 与你无关 女人猛烈还击 怎么与我无关 你不是说你讨厌女人吗 现在跟这女人举止亲密 难不成 她是你的未婚妻 那我当初又算什么 莫北炎脸色顿时阴沉 主持人直冒冷汗 小燕 替哥哥还击道 七妃妃 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 你当年被我割据婚的是吗 七妃妃妃的暴跳如雷 主持人抓准时机说道 晚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非常感谢各位贵宾 利临现场 祝各位晚安 再见 莫北炎听他讲完 也走下台去 周启轩 在台下一份填膺 说着 还不是靠自己家族 才能那么臭屁 还是我老大你厉害 白手启家 也能站在这里威武霸气 陆臣并没有在意他的话 而是口中念叨 未婚妻吗 周启轩质疑 老大你不会看上那位小姐吧 那可是人家的未婚妻啊 虽然还没实锤 但也八九不离时了 陆臣严肃回答 以后不许开这种玩笑 我是有夫之妇 随后转身离开了 碰巧的是 这句话刚好被私浅听到 三天内我要这个女人的全部资料 陆臣拿着私浅的照片 说道 周启轩接过照片 唤笑着 老大就是个口是心非的男人 陆臣看着资料 他是怡君 周启轩神情震惊 怡君 品牌代理的事情 需要从他入手 周启轩摸着下巴 难怪你那么反常 原来他就是怡君 陆臣疑问 反常吗 顺势拿起小语照片 内心五味杂陈 随即说道 你先出去吧 周启轩转身离开 老大 我先去查了 记得好好吃午饭 周启轩慢慢关上门 陆臣失落的样子 他有些心疼 什么时候才能走出来 这时简染出现在身后 你站在那里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 沉思中的周启轩被吓了一跳 无奈极了 你怎么又来了 简染无视周启轩敲门而入 我就知道 你会忘了吃饭 给你带了喜欢吃的 芝士榴莲口味披萨 陆臣放下照片 冷漠说道 谢谢 但是以后这些事情 你还是不要做 我不想别人误会 简染低声说 我不在意他 陆臣反驳 可我在意 已经五年了 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我不会和你在一起了 简染一脸失落 那你呢 已经五年了 你怎么还不放下 公司走廊里 秘书带着两个小娃娃 来找陆臣 女孩叫陆在泥 男孩叫陆在萧 小萧看着小妮手里 拿着冰淇淋 馋得直流口水 小妮一副大人的样子说道 你感冒不可以吃哦 小萧因为 吃不到冰淇淋 一脸委屈 办公室 两人吵得正激烈 她会回来的 简染气愤说道 如果她还活着 早就回来了 她那么在乎 怎么可能舍得不回来找你 还有那么可爱的 一对儿女 作为母亲 也不可能 会这么冷血 两个姐弟俩偷听得正来劲 陆臣起身 拍桌吼道 够了 这是我的事 不用你管 小妮被吓得冰淇淋 掉在了地上 小萧蹲下 看着冰淇淋好可惜啊 小妮看着没出息的弟弟 一阵无语 陆臣看见两个宝贝秒边笑脸 宝贝们 放学了 爸爸抱抱 小妮嫌弃地推开陆臣 我不要 小萧抱住 陆臣脖子玩得很开心 三人正在玩耍时 简染在一旁讨好说道 来 吃点披萨吧 姐弟看着眼前的阿姨 丝毫不领情 一致对外 我们不饿 你回去吧 陆臣说道 我还有些事 简染沮丧 难道我做得在你眼里 都一文不值吗 小妮口齿伶俐地说道 简阿姨 你好勤奋哦 天天都来追我爸爸 简染被小妮说得无言以对 你知道 为什么追不上我爸爸吗 你凑过来 我告诉你 简染把耳朵凑过去 因为你太黏人了 女孩子太黏人会被讨厌 尤其是像您这个年纪的 真的不太适合这个人设 简染背弃的一阵抓狂 转身离开了 小妮一副胜利的姿态 坐在椅子上 享受着父子俩敬佩的掌声 简染走后 小妮拿起一块披萨刚想吃 弟弟上前说道 你怎么能吃那个女人买的披萨 她刚刚说妈妈的坏话 你没听到吗 小妮看着手里的披萨说 我觉得 她说的很有道理 五年了 妈妈都没有回来 她肯定不在乎我们了 小潇听见姐姐说妈妈不好 伤心地哭了起来 你胡说 不是这样的 陆成在一旁安慰 小潇心中满是无奈 小妮 你怎么还不回来 五年了 到底在哪呀 办公室里 姐弟俩在认真地写作译 陆成看着资料说道 她叫温思浅啊 是的 老大 宜君的本名叫温思浅 老家好像是二世的 陆成一阵沉思 居然也幸运 启萱说道 如无意外 她今晚的航班到A市 陆成挣了正领带 交代给你的事情都办好了 周启萱自信满满 放心吧 都办妥了 到时候 你给宜君一看 她一定会感动到流眼泪的 小潇抓着陆成的一脚 爸爸 你还有工作吗 是啊 一会周叔叔 送你们回去 转身对女儿说 听小潇经常说你想去漂流 等小潇感冒好了 爸爸就带你们去 小妮回到是 弟弟自己想去 与我无关 小潇一脸慌张 姐姐 不要说 陆成早就看出了女儿的小心思 明明想去又不承认 故意说道 小妮 不想去吗 小妮回到 不想 爸爸 你专心工作就好 小潇一听姐姐说不想去 急忙求着爸爸 去嘛去嘛 H是机场飞机 顺利降落 思浅一边走路 一边打着电话 电话那头担心地说 注意安全 照顾好自己 思浅回答 放心好了 我又不是小孩子 这时陆成在身后喊着 宇军 请留步 思浅回头一看 全是陆成 心想他怎么会在这里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陆成试探 或者我应该叫您温小姐 思浅被他说得有些心虚 陆成顺势逼近 温 真是个不错的姓 一对恩爱的夫妻 因为一次意外 而产生了误解 思浅拦住想要接近他的陆成 你要做什么 陆成走了过来 温思浅 你多有意思 思浅羞涩地低下了头 不感兴趣 陆成说 如果不感兴趣 那你又怎么会知道我是新陆呢 思浅手足无措 惊慌地往后退了一步 却扭伤了自己的脚 陆成连忙拉着他 你是谁 思浅脑中一片空白 双拳紧握 让自己冷静下来 陆成心中一紧 你为什么不讲话 他兴奋地抓着思浅的肩膀 温小雨 你说 思浅平复了一下心情 开口道 一个人 凭借一己之力 创立了多个成功的公司 成为了亿万富翁 谁不知道你的威风 说着 一把将陆成推开 莫先生想要和你合作 你痛失爱妻 但我不是他 陆成若有所思 抱歉 又一次打扰你了 思浅扭头就走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 那我就先告辞了 陆成叫了起来 等等 我本来想和你说 你的品牌代理呢 思浅面无表情回答 我记得我对你说过了 陆成说 你瞧瞧 说着 他将电话递给了他 思浅狐疑 这是怎么回事 陆成说 我的助手 拜访过很多顾客 他们对您的设计 非常赞赏 思浅看到这条消息 似乎有点犹豫了 谢谢大家欣赏我的作品 陆成打断了他的话 温思浅 我可以理解 您对自由创作的渴望 但是 您不希望您的作品 被更多人使用吗 思浅心中一动 想起小烟 一脚踩碎了天蓝雨衣 他就头疼 等他回过神来 才发现手机已经被锁住了 陆先生 能不能帮个忙 陆成将电话拿了过来 思浅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刚才差点就习惯性解锁了 陆成解开屏幕 映入眼帘的是两个宝贝的照片 思浅正正地望着屏幕 思浅看了一眼陆成手机上的壁纸 脑海中闪过无数个念头 这是陆先生的孩子吗 陆成得意洋洋道 是的 非常可爱 是不是 突然反问 你喜欢小孩吗 思浅想了想 自己刚才的反应 有些过激了 一时语色 不知所措地说道 对不起孩子太可爱了 一时没忍住失礼 这一刻 思浅有些失落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在克制着自己 不去看他们 不知道以什么姿态 出现在他们面前 我又有什么资格去看他们 陆先生真幸福 身边有这么可爱的孩子 陆成客气地回了一句 温小姐那么优秀 肯定有很多男人想娶你 思浅听了 有些失望 我不太喜欢维护恋爱关系 婚姻关系 思浅嘴上这么说 心里却是真的想念小小小妮 陆成反驳道 这样不好 会错过了很多的快乐 你不觉得可惜吗 思浅冷淡地回答 在我看来 快乐是最不可靠的 与其失去 还不如不曾拥有 陆成听得一头雾水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会有这样的觉悟 就在这时 陆成的手机响了起来 抱歉 我接电话 陆成站在一旁 小小 小妮病了 我这就去医院 转身跟思浅道别 思浅 我有急事 就先告辞了 陆成离开之后 思浅一脸忧色 是宝贝们生病了吗 明明知道自己已经没立场了 却还是放不下 还是会难过 可是像我这样 狠心的人 又有什么资格难过 墨家别墅里 思浅失魂落魄地坐在床上 墨北岩端着一碗粥走了进来 思浅垂下头 情绪低落 墨北岩关切地问 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看你这些天都无精打采的 思浅问 难道自己做错了吗 墨北岩放下碗 心里百感焦急 当初把他留在身边 真的是对的吗 他以后会幸福吗 这五年来 我一直在努力地学习 设计 参加各种比赛 忙得连过去的事情都忘记了 墨北岩问 就算你现在在他身边 你能开心吗 小燕这些年来 一直在帮你调查陆成 你不是亲眼所见吗 思浅想起那些事 有些抗拒 好了 别说了 再次遇到陆成 我还是容易被他影响 这种感觉不是我想要的 我要变得更强 更独立 墨北岩端起舟 别想那么多了 先吃饭吧 思浅接过碗 说到 还是我自己来吧 我要靠自己了 我打算搬出去 开个品牌工作室 墨北岩有些慌了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你想好了 其实我早就想好了 跟你在一起很自由 但不会给我带来压力 主要是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之前被人误认为是你的未婚妻 给你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墨北岩若有所思 以后有什么事 记得来找我 不要逞强 说完 思浅从房间里走出来 高兴地说 放心吧 我很期待以后的生活 门外的小燕听得一清二楚 哥 你真舍得让他走 墨北岩一脸失落 小燕看了看哥哥失落的背影 思浅一边开车 一边打电话 小燕 我已经搬出去了 思浅说 我打算在工作室住一段时间 小燕关切道 我有个朋友 正好需要一个客户 你就住在那里吧 思浅连忙拒绝 不用了 住工作室方便 也省去了不少时间 小燕见自己的计划落空 心情有些烦躁 心想 难道温思浅发现了什么 不可能啊 车祸的司机 整容的医生 还有伪造路程的证据的老K 都是我安排的 不会有人知道的 思浅开车的时候 突然有人从马路上冲了过来 思浅吓了一跳 连忙踩了刹车 下车查看 一个女孩倒在了车前 喊道 哎呀 撞死我了 开豪车 有什么了不起的 思浅关心地问 你还好吗 怎么没事 腿都要断了 女孩喊道 思浅看清女孩的面容 脸上露出震惊的神色 原来是妹妹温小初 女孩竟然被自己的亲妹妹给碰瓷了 思浅开车撞了一个女孩 下车一看 居然是她的亲妹妹温小初 小初看着眼前的思浅 总觉得有些眼熟 思浅吓了一跳 难道认出她了 小初一脸兴奋 你就是宜君吧 思浅玄机如释重负 你不好奇我是如何知道的 思浅现在最关心的 还是妹妹受伤了 没有 那个无关紧要 你膝盖受伤了 我先送你去医院 二人回到车上 小初假惺惺的叫了一声 哎呀 脚好疼啊 思浅一眼就看穿了小初在演戏 你经常出来碰瓷吗 小初吓了一跳 你怎么知道我碰瓷了 说完又觉得不对 连忙捂住嘴 我没说什么 思浅劝了一句 赚钱有很多方法 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 小初一脸的无奈 这儿八斤的上班能赚多少钱 你又怎么知道我们这些穷人的生活 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工作 也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攒够钱 思浅问 你要那么多钱干嘛 因为我母亲病得很重 思浅正了正 心想五年没回家 心里顿时涌起了对母亲的愧疚 见思浅不说话 小初善善一笑 告诉你也无妨 反正你也不信 你就当没听见吧 看在你说我偶像的份上 我就不坑你了 把我放到路口就行了 小初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反正以后也不会有什么交集 跟陌生人说比较好 思浅突然加速开车 小初一惊 姐姐 你这是要把我带到哪里去啊 难道是警局 到了医院 思浅拿出一张银行卡 说里面有二十万 小初诧异 你干嘛 给我那么多钱 难道是 遇到了二愣子 思浅回到 我撞了你 你理应得到赔偿 然后走出医院 他想着小初说的话 心里有些疑惑 妈妈一直都很健康 怎么突然就病了 这时旁边传来一阵哭声 思浅好奇地看了过去 一个小男孩坐在草地上大哭 母亲抛弃了自己的孩子 这么多年 再见到自己的孩子 一定会觉得愧疚 思浅见小男孩哭得那么伤心 想上前去安慰他 走过去看了看 是小潇 五年未见 思浅又高兴又羞愧 小潇坐在草丛里哭得那么伤心 让思浅看得心疼 思浅蹲了下来 这是五年来 他第一次靠近小潇 轻声问道 你怎么了 小潇泪流满面 我迷路了 思浅擦了擦小潇的眼泪 别哭了 我带你去见你爸爸吧 小潇很抗拒 不要爸爸 他要抱着我去打针 揉着大眼睛说 漂亮阿姨认识我爸爸吗 思浅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 是的 阿姨认识你爸爸 他叫陆成吗 小潇心中一动 睁大了眼睛问道 漂亮阿姨 你喜欢我爸爸吗 思浅脸色尴尬 我看得出来 你已经不是第一个 通过我接近 我爸爸的女孩了 小潇趴在思浅耳边 轻声道 看在你长得这么漂亮的份上 我劝你还是趁早放弃吧 因为爸爸心里只有妈妈 对别的女人一点兴趣都没有 说着 拿出了照片 这就是我妈妈 世界上最漂亮的妈妈 思浅愣了一下 这是她和陆成的婚纱照 思浅忧心忡忡问道 她还会回来吗 小潇一脸兴奋地说道 妈妈一定会回来的 思浅心里想着 我真的可以回到过去吗 小潇强忍着眼泪说道 妈妈一定会回来的 爸爸那么努力找她 总有一天会找到她的 思浅陷入沉思 怎么跟我以前知道的完全不同 难道不应该跟那个女人 快快乐乐地相处吗 她想起了小烟 帮她调查陆成的事情 不是说陆成跟简染在一起吗 酒店行程和旅游机票都有记录 还有他们甜蜜的相片 小潇看着思浅伤心的样子 安慰道 别太难过了 虽然我不讨厌你 但是爸爸 好像对别的女人一点兴趣都没有 就在这时 陆成走了过来 思浅还没回过神来 呆呆地看着照片 小潇凑过去一看 心想这照片 真有那么好看吗 小潇看到是自己的父亲 连忙握紧了思浅 真是巧了 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小潇把照片给我看了 陆成将照片拿了过来 没关系 思浅问 这张照片里的人是谁 陆成的回答是 我老婆 思浅一惊 心想 难道真的是自己搞错了 既然你来了 那我就先走了 陆成摸了摸小潇的脑袋 谢谢你 思浅快步离开 小潇问道 爸爸 你认识这位漂亮阿姨吗 他是怎么知道 我叫小潇的 陆成若有所思 对温思浅的身份 更加怀疑了 为了知道真相 思浅疯狂地 套出周启轩的话 一路上 他想起陆成说的话 心里百感焦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一切都和小潇 告诉我的不一样 这么一想 思浅气得浑身发抖 不行 一定要问清楚 可是当掏出手机的时候 又觉得有些不对劲 如果他想隐瞒的话 问他有什么用 这一次 我要亲自去查 思浅在咖啡厅里 请了一个侦探 这些年来 陆先生与一位信件的女子 私交甚密 思浅接过照片 发现陆成经常以出差为由 外出旅游 思浅一听 更加怀疑了 递给侦探一份酬劳 侦探心虚地接过钱 转身就走 我先走了 有事再联系 思浅看着侦探发来的照片 若有所思 这和小燕给我的资料 很像 但越是相似 我就越觉得 像是故意隐瞒什么 而且侦探那心虚的表情 也太可疑了 难道说 我看到的 都是假的 陆成从来没有背叛过我 思浅走出咖啡厅 反复琢磨 不知不觉 他来到了陆成家楼下 这里承载着我 所有美好回忆 还有我喜欢的人 如果不是这些事的话 我们一定会幸福的 就在思浅回忆的时候 陆成家的周启轩 走了出来 温小姐 您怎么来了 思浅心虚地听他叫温小姐 周启轩地上纸笔 大名鼎鼎的一句 能不能签个名 思浅闻言 松了口气 好吧 那就试探一下他的恐怖 陆总是不是很想要我的代理权 我看了看他 这些年出差的记录 他是个工作狂 应该是个不错的合作伙伴 周启轩对陆成佩服的五体投递 对对对 温小姐选择了我们是对的 思浅继续试探 陆总带你出差 好像在慈善拍卖会上见过 周启轩挽起袖子 化身为生产团队的驴子 当然 我是老大的左膀右臂 除了我 还有谁 思浅问 只有你 周启轩拍着胸脯说道 是啊 虽然很多人都想 跟着老大一起去 当然也有不少女员工 想要投怀送抱 但是都被老大拒绝了 老大喜欢什么 我最了解了 更何况 老大现在满脑子 都是那两个混世魔王 还有那个失踪的老婆 思浅急忙问道 小雨 周启轩回了一句 温小雨是他老婆 周启轩质问 你问那么多干嘛 是不是看上老大了 思浅慌乱的回答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 未来的合作伙伴 并没有其他的想法 周启轩连忙撮合 他是真的不在乎别人 但是温小姐 我总觉得 他对你很特别 可能是因为你姓温吧 思浅心有所思 他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什么 当感情被恶意拆散时 你是愤怒还是 陆成带着两只神兽 走了出来 周启轩摆了摆手 温小姐 我先走了 思浅看了看陆成 觉得自己 可能是被误导了 陆成发现 有人在看自己 回头一看 顿时愣住了 这里是我家 温小姐怎么来了 小潇看向思浅 漂亮阿姨 好久不见啊 思浅从他身边走过 摸了摸他的头 小潇似乎很高兴见到他 小妮却对他充满了敌意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觉得 有些厌恶 陆成又问了一句 你怎么来了 思浅故作镇定 允许你调查我 不允许我调查你 所以 你是来确认 我住在哪里的 思浅一听 顿时慌了神 心想 我来这里 就是为了确认 当年的事情 是不是真的如莫北烟所说 陆成看起来 还是跟以前一样 对以前的我 一往情深 我来这里 不就是为了知道真相吗 我很想知道 你到底 是不是背叛了我 思浅下定决心 问陆成 其实 我有件事想问你 是不是真的 话音未落 一声咆哮 从后面传来 两人寻声望去 小妍挽着思浅的胳膊 嫂子 这种事 还是交给我吧 思浅无言以对 小妍红着小脸说道 陆先生 我知道您是有父之父 而且还有两个孩子 我这么说 有些失礼 但是我真的很想 亲口告诉你 您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 听到小妍这么直白 思浅愣了一下 低声吼道 莫北烟 你干嘛 小妍羞涩道 嫂子 对不起 谢谢你的好意 说完 陆成严肃说道 莫小姐 这种爱情游戏 成年人可不喜欢 而且 你的演技也太差了 听到陆成 拆了自己的把戏 小妍心中一惊 陆成转过身来 说道 温小姐 您的问题以后 有的是机会问 陆成一走 思浅就冲着莫北烟吼了一声 这是什么意思 莫北烟故作可爱地说 思浅姐 我听不懂 你在说什么 思浅脸色大变 你到底忙了什么 女孩被救 却被道德绑架 为了报恩 需要她以身相许 思浅质问 你是不是伪造了那些出轨的证据 还有那个侦探 是不是也被你收满了 小妍见事情败露 索性不再演戏 顺水推舟 你倒是挺聪明的 本以为要花些时间才能查出来 没错 我给你调查的结果全是假的 思浅吼道 这些事情 莫北烟知道吗 如果他知道你做了什么 那你就废了 小妍也不甘示弱 怎么拿我哥来要挟我 我这不是为他好吗 你不知道知恩图报吗 你知不知道 我哥喜欢你 思浅一听 吓了一跳 小妍失望地说 要不然 我们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救你 要不是我哥 你连站在这里的机会都没有 你忘了吗 你重伤垂危 你毁容 你一无是处 是谁陪着你一步一步 慢慢变得光彩照人 思浅无言以对 小妍边哭边说 这些年来 你一直在努力 如果不是莫家给你换了身份 你根本就没有机会重新开始 现在你却说要抛弃我 抛弃我哥哥 思浅姐 你太狠心了 你这样做 莫北烟不会原谅你的 他是个君子 不会强人所难的 小妍一听 就开始装可怜了 你这是要告诉我哥吗 让他跟自己唯一的亲人断绝关系 思浅又是一正 心乱如麻 不知道该不该告诉莫北烟 小妍给了思浅一个拥抱 求求你了 思浅姐 留在这里当我嫂子好不好 跟着我哥 我们都会好好待你的 现在圈子里 都在传你是我哥的未婚妻了 你要是跟陆晨在一起 我该怎么办 再说了 你和陆晨已经回不去了 五年了 你有什么理由 不回来找他们 你让陆晨怎么原谅你 你真要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到我身上 莫北烟说的对 如果没有莫家 我不可能成为宜君 我也不可能活下来 可如果为了报恩 而违背自己的意愿 嫁给了莫北烟 这对莫北烟太不公平了 以他的骄傲 怎么可能妥协 以前温小雨 因为自卑和偏见 错过了陆晨 错过了小霄和小妮 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应该做出选择 但现在 我是温思浅 既然重生了 就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两大商界巨头 为了一个女人 大打出手 办公室里 陆晨看着小雨的照片 一脸茫然 她想起和思浅之间 发生的事情 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于是给许思打了个电话 她叫温思浅 之前让周启轩查过 但我觉得 她的身份不简单 电话那头的人说 你发现什么了吗 陆晨回了一句 没错 我怀疑温思浅就是 失踪五年的小雨 傍晚的时候 简染来了 果然 你还在加班 我知道你为了忘记她 故意让自己忙得焦头烂额 陆晨说道 她从来就没想过 要忘记她 别再找我麻烦了 快出去吧 简染一脸的落寞 她已经不在了 难道你就不能接受我吗 就在这时 陆晨的手机响了起来 焦急地问道 查得怎么样了 真的是她吗 电话那头 许思说道 陆晨 你说的没错 温小雨 应该就是温思浅 她出现在墨北岩身边的时间 正好是温小雨失踪的时间 陆晨大喜过望 果然 自己的直觉是对的 简染一脸震惊 没想到温小雨还活着 这时 周启轩探出头来 老板 墨是集团的墨总找您啊 陆晨道 来得正好 我正想去找他们呢 接待室里 两大商界的大佬面对面 气场强大 墨北岩正正地看着窗外 墨董九仰大名 墨北岩转过身 穿着一件长款风衣 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逼人的气场 他毫不客气地说 陆总 看来你是找人调查温思浅了 陆晨不甘示弱 墨北岩说 他是我要保护的人 你应该知道吧 陆晨反唇相机 我是找我失散的妻子的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温思浅是我失散多年的妻子 温小雨 墨北岩反问 你还敢质问我 你背叛了他 他抛弃 你难道还有错吗 我只想保护他 你却伤害了他 陆晨一听 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对着墨北岩 就是一拳 墨北岩你少废话 凭什么保护我老婆 墨北岩不甘示弱 上来就给了陆晨一拳 说完 他扔下一堆照片 你看看 你到底做了什么 陆晨看着两人亲密的照片 满是震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墨北岩一脸鄙夷 什么玩意儿 你还想装傻 陆晨说 照片是我 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也不知道这张照片是从哪里来的 陆晨满是失望 没想到还有这种东西 小雨 你终究还是不信任我 霸道总裁多年寻妻 没想到妻子却主动找上门来 第二天一大早 周启轩就来到了公司 看到陆晨那黑眼圈 吓了一跳 温小姐来了 你赶紧收拾一下 不出意外的话 今天就可以拿下 宜君的代理了 陆晨若有所思地看向窗外 思浅在会议室里认真地看文件 陆晨推门入 将两叠文件重重地摔在桌上 思浅吓了一跳 陆总之事 话音未落 陆晨一把将思浅按到椅子上 陆道 你还装到什么时候 温小雨 思浅深深自责 痛恨自己的愚蠢 对陆晨说 其实我今天来 不单单是为了代理品牌 想了很久 今天来找你 就是想跟你坦白 但现在看来 你已经知道了 陆晨彻底爆发了 五年来积压的情绪 全部都爆发了 我找了你五年 你怎么不回来找我 思浅不敢反驳陆晨的问题 一声道歉 陆晨没办法 我不想替你道歉 你这五年去哪了 思浅说 这中间出了不少事 没能回来找你 归根结底 是我对不起你 和你在一起 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但自从简染回来后 他就明目张胆地向我示威 我开始害怕 你会因为我的贫乏离开我 就像秦丽华一样 我对你的不信任 对我们之间的感情 对我自己 都产生了怀疑 陆晨听完若有所思 又是心疼 又是愤怒 一句误会 就把你失踪五年的事情给忘了 温小雨 我真的很失望 无论发生什么事 你都不应该擅自做主 思浅心中充满了愧疚 陆晨表示 不能原谅他 走吧 签合同的事改天再说 说完 他转身就走 思浅一把抓住陆晨 陆晨冷着脸说道 放手 思浅说 我知道 我配不上你的原谅 但我也被骗了 也许一切都晚了 松开陆晨的手 起身道 今天打扰了 转身欲走 看着思浅离去的背影 陆晨心中百感交集 找了五年 如今你在身边 我怎么可能再让你离开 于是快步上前 将思浅抱在怀里 五年的思念顿时爆发 思浅羞涩到 陆晨 原谅我了吗 陆晨自嘲得的笑了笑 自己等了五年 一直在寻找真相 我知道 我应该放了你 让你永远不要回来 可是我舍不得 思浅很自责 真的很抱歉 陆晨捏住思浅的下巴 在她唇上重重一吻 当你妈妈生下你之后 消失了 过了很多年 你还会认她吗 晚上陆家别墅 花瓶掉在了地上 小妮气急败坏地说 不想认这个妈妈 陆晨劝了小妮一句 妈妈是有难处的 你要不要给她一次机会 小妮一脸不情愿 不想 思浅听完 满脸愧疚 小妮傲娇道 以前没有妈妈 现在可以 以后也可以 凭什么不告别 现在想来就来 看着情绪激动的小妮 三人有些不知所措 小妮壮着胆子走上前问 你不是一直都很想妈妈吗 小妮怒吼一声 闭嘴 既然喜欢 你们就永远在一起吧 随后跑出大门 思浅急忙跟上 小妮 这么晚了 你要去哪里 小妮倔强地说 不用你管 这时小妮不小心扭伤了脚 思浅脱掉高跟鞋 飞快追上 跑到小妮身边 看见小妮 摔伤了膝盖 正要上前查看 小妮一把推开她说 走开 别管我 离我远点 说到这里 小妮哭得很伤心 思浅看了看小妮 心中充满了愧疚 我知道我不配做你妈妈 在你同意之前 我是不会回来的 所以不要伤害自己好不好 要不 我们先回去吧 听着思浅诚恳地道歉 小妮放下了傲娇 思浅把小妮抱在怀里 对陆成说 你把她抱回去吧 陆成刚要把小妮抱走 小妮却死死抱住思浅 把头埋进了思浅的怀里 三人见她接受了思浅 都暗暗高兴 小潇见姐姐不再抗拒 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思浅看着怀里的小妮 五年来 第一次抱着她 心里又是激动 又是自责 思浅看向陆成 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这时 小妮哭了起来 五年了 我好想你 爸爸说你没死 只是找不到 可是找不到你 你难道不知道回家吗 我们一直在等你 还是根本不在乎我们 思浅慌忙解释 没有 我一直都很想你们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越来越不敢回来了 对不起 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我会把所有的爱都给你 永远陪在你身边 用我的余生 来弥补对你的亏欠 房间里 思浅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陆成突然从后面抱住思浅 想什么呢 陆成很自责 你车祸的时候 我不在身边 对不起 说着摸了摸思浅的脸 思浅往陆成怀里 靠了靠 只要能抱着你 知道你还爱着我 我就觉得幸福 之前发生的一切 都不算什么 陆成温柔地摸着思浅的脸蛋 含情默默地吻了上去 五年的误会 今天终于解开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